今天课是所有课里面最轻松的 因为都是讲外围的东西 怕你出去第一堂课不知道 人家会问你知识学是什么 你上完了这个其实就可以不要上课 因为接下来上课都是具体的内容 那这个是一个很一般性的讲法 就有点像你去观光旅游 先让你介绍当地的民情风俗 放几张照片 让你知道大概是在干什么 那这个就是 所以我的每一堂课都有一个基本问题 很多老师上课从来没有基本问题 就开始上课了 那都不去思考一下 这个你的知识的基础吗 上礼拜我们介绍过教课书 介绍过这个相关的 以知识社会学为名的书 我觉得这很重要 你要是不知道知识社会学有什么书 你就到有一天你就觉得 我在哪听过一个叫知识社会学东西 我要去找书来看 然后你就到图书馆找了一本 你能在书家上找到书 然后你就打开看 然后你就认为这就是知识社会学 如果那本书写得不错 那你会觉得对知识社会学产生兴趣 如果那本书写得很糟糕 那你觉得知识社会学我真的不知道的话 人生会更快乐 更美丽更光辉 我干嘛去了解这个会让我生命 被陷入窘境的东西 所以我每一堂课都会做一个 这种基础的反省 那这堂课的先要告诉你 知识社会学的名称 因为这是一个中文的翻译 中国人本来没有这样的 中文世界里面没有这样的名词 所以在德文呢 这个当然中间有很多的变化 最后大概定型的你去讲 叫Vicence Roteology 或者Roteology Vicence Roteology 那Vicence 那个你第二栏去掉S 那个就是讲知识的意思 所以它可以合起来 它可以分开这样 那英文没这个方便 因为你不能讲 Knowledge Sociology 一听就是杨金邦英文 德文可以 英文不行 因为你一定要讲 Sociology of Knowledge 这个就是从这个德文翻译过来的 当然也有Alcantines 认知认识这样子的用法 但是到后来沉淀下来 那这个法文呢 有的叫Sociology du savoir Savoir也是知识 带对等的意思 并不完全是一样 那这个日文 我这汉字可能 可能那个会字是那个 我就没用的汉字 那这个知识呢 日文叫知识器 那那个社会就叫社会学 所以知识器社会学 那中文 你真的不会就看日文好了 这是最方便的地方 中国近代的社会科学的知识 法律的知识 基本上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 所以相对而言是非常方便的 更奇妙的是 我的这个一个亲戚 远房亲戚 他是在德国出生 成长 爸妈都台湾人 他学知识 学法律 结果到台湾来学法律 这个就觉得来实习 觉得非常的熟悉 因为我们学日本 日本在学德国 我们是所谓的大陆法系的 很多法律的观念是相通的 那知识社会学也是 我们跟日本就有这一层的方便 因为都使用汉字 最近日本韩国跟中国大陆 把三地方所用的汉字 做了一个整理 台湾没有 这真的很可惜 就简体汉字 讲汉字一定要讲繁体 讲简体 那你就很多 以前的东西就没有办法 做了一个字典 就韩国人用的汉字 日本人用的汉字 跟中国人用的汉字 有什么不同 如果这样 我以前在1996年的时候 我记得我在东亚 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系 我在那边跟那边交换 也开门课 当时跟我一起开课的 跟台大一区交换的 就现在的某一位大人物 跟本校校长有关的那位大人物 所以我跟他很熟 故事不是要讲这个 故事是要讲呢 那个东亚系门口 就贴了一个海报 那海报有告诉你 日本的汉字 跟中文的汉字 有什么不一样 我从来没有注意 我以为日本的汉字 跟大陆的汉字 尤其简体字 在国外学 是差不多的 像气体的气质 我就记得 这个就不太一样 所以还是有一些变化 韩国人以前用汉字 后来几乎不太用 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 大概在韩国念书时 还学汉字 后来都不学汉字 就学韩国了 我觉得他们很有可能 因为这个世界局势的变化 因为以前不用汉字 跟民族主义有关系 因为觉得 我们不要再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所以韩国人用了这个汉字 那日本人一直有用汉字 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 我觉得日本文化的这一点 在这个部分是蛮值得钦佩的 它的汉字一直用到现在 那它也有它用它的假名 那我们现在 这个汉字使用 现在大概不是 在中文世界不是问题 在大概一百年前 还有一些中国人觉得 哎呀汉字落伍啊 不该使用汉字啊 我们该用拼音文化啊 我对那时代非常有兴趣 所以上次指定一本书 叫他字的文化史 就告诉你他那个字 女字旁的他 我们现在所有人都会用了 不过是什么大的问题 结果在当时 有人坚决不用 这辈子他真的没用过那个字 这也是一个有趣的地方 不过这个就是知识了 所以这个大概 在名词上面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你要找大概都差不多 就是你只要认识 那国家这几个字 你大概就会拼出 知识社会学来 所以问题常常不是在 这个字上面啊 像德文我刚刚讲了 这个叫 Wilhelm Yerusalem这个人 曾经用过 Toologides El Canons El Canons是认识的意思 像这个英文的动词的认识 知识像是一个结果 认识像是一个过程 那英文也曾经有过 这些名词 但是都没有被大家共同接受 这就是一个各说各话的时代 有点像什么春秋战国 最后被秦朝统一了 车同轨书同文 有点类似这样子的 在文化上 所以有一个叫做 Gnosio Sociology 这Gnosio就是这个知的意思 在基督教历史上 有一派叫灵芝派 Gnosiosm 灵芝派 但他们现在的经典 以前有没有中文译本 现在繁体字兼体字都译本 叫Gnosicism Gnosio Sociology 这个是一个看起来像法国人 他这本书是一本英文书 迪赫也所讲的 那也有人用叫做 Cognitive Sociology 这个Aaron V. Seekorell 这个我去念书的时候 我的老师是下面这个 Aviatar Zerubbabel 他就让我们买这本书 这本书非常难买到 市面上非常难买到 除了我念过这本书以外 我不知道在台湾 有任何人在美国念书的人 念过这本书 就这是一个很独门的一个学问 就像你去吃好吃 它独门酱料 懂吗 他家会配的 你配不出来的这样 喜欢吃辣的人 吃东西有时候很大困扰 像我们说不喜欢吃辣 只要问说你辣不辣 你只要辣 不管什么中辣小辣大辣 反正我就不吃 那那个真的爱吃辣的人说 你那辣有多辣 然后说你能吃多辣 然后就像江湖上 讲那种很神秘的话这样 那得看你有多辣这样 然后往这个 偶尔还有新闻报道 那种世界上最辣最辣 最辣的辣椒 你去挑战那个 我觉得有时候念书也是一样 你就专门挑战那个 你要有一个独门的学问 你当时后来独门学问的坏处 就是除了你以外 没人能懂 学生都不太能懂 像这本书我买了 大家当时为了念书看了几页 后来就没有再看 只记得书名 就叫Cognitive Sociology 那Cognitive这个字呢 在社会学用的比较少 在心理学用的比较多 叫认知 那还有等一下会讲到 认知科学也是这个字 那社会学用Cognitive这个字 真的相对而言是比较少 我们用的是知识比较多 那也有一个叫Keith Dixon 我一直在念英文的时候 对Keith这个字非常不以为然 我觉得明明怎么念你都不应该念Keith 而要念Keth 怎么就念Keith呢 你那I跟E倒过来念Keith有道理啊 根据发音原则 这根据发音原则 这个要念Keth 可是你到国外就是这样 人家就是这样发音的 那个意大利 你买那个披萨 披萨上面配那个小的意大利香肠 有的叫Paperoni 有的叫Baloni 然后说你吹牛 它还叫你Baloni 明明那个英文字 你怎么看最后翻译 都不能叫做Ni的 它明明就叫Ni 你到北京去了 叫一个地方 你看汉字写的大柵栏 你要是问人家说 请问那大柵栏往哪去 全部都笑你是外来的 那地方叫大石辣 你说明明就写大柵栏 为什么叫大石辣 就是到处走这个 台北京叫一个地方 叫木柵 可是那字写起来应该叫木杀 叫木杀 其他地方有这种地名 不是你看到那种念法 我们在纽约有一条街 那条街很有名 叫做Houston Street Houston的拼法 跟美国的Houston是一模一样 所以你刚到美国去 刚到纽约去 你就会很傻跟人家说 那个Houston Street 所以你觉得外来的 这不叫Houston Street 叫Houston Street 一模一样拼法 然后纽约一个很有名的地方 叫格林威治村 就是格林威治那个字 可是你不能念成Greenwich 你要念Greenwich 你说为什么 明明有个W在那里 就是欺负外国人吗 欺负外地人 还不一定是外国人 这当然是生活上的一些观察了 Socialty of Believe 这个叫Dixon的人 Dixon的人的书也没很红 所以他提倡观念也没人理他 另外呢 这个Jeff Coulter也是一样 书也没红起来 名字当然就没红起来 叫Epstemic Epstemology是哲学里面的认识论或知识论 他就把那个字根拿出来 那时候当然Foucault还没出来 所以他也没有因为Foucault用了Epstem这个法文字 然后跟着流行起来 沾一点法国风味 没有 或者他有时候叫Sociality of Cognition 那就是原来Cognitive跟Sociality of Cognition 其实是可以在文法上是可以兑换 但这个也没红起来 另外这个Mary Douglas是个英国人类学家 Mary Douglas他就用的用法叫Sociality of Perception 他其实不是搞社会学的 但是他提到这种我们认为跟知识社会学有关的东西 他就不用知识社会学 要Perception Perception这个字也通常在心理学里面 特别是生理心理学会讲到Perception 社会学人类学几乎很少用到Perception的字 当然讲到艺术的也特别会强调Perception 所以这是几个特殊的用法 这个不知道也绝对没有关系 因为知道了只代表你有一些冷知识而已 那其他的现在慢慢流行的 每个时代每个时代流行的用法 现在大概也没有什么人叫知识社会学 要讲的都要讲叫做Collective Memory 这是英文 法文叫Memoir Collective 这是集体记忆 这个人叫Maurice Albuax 这个Albuax要怎么发音 我曾经请教过一个念法文的 他说这个字不是法国人的名字 所以法国通常H是不发音的 那H banner干嘛呢 这是最好的问题 法国不发音H还是在那儿 所以有时候你就不知道这个字要不要加H 然后这个呢 然后CH也是 有人就念X 我问那个法国人 他说这个要念Abuax 所以翻成Abuax 有人翻成Abuax 就是看他最后怎么发音 反正H本来是好看的 记住 就是不是真的那个 然后这个人呢 也没写什么特别的书 那他的那个一本书就被翻成Collective Memory 其实那本书叫社会记忆的框架 如果我们很照字面翻译的话 那他死后呢 他的学生又帮他的东西编了一本书 就叫Collective Memory 那本书非常难买 我刚回台湾的时候 我有一本原版的借给别人了 那人搞丢了 搞丢了也不跟我说 我常常有些书就搞丢了 后来我都不借给人家 我不是图书馆 我的书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但是大部分人对书就不是那么在乎 很多人没书就跟我借 当初我有这个名声 就有一天呢 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就有一个老师的门口 摆了一堆书说要丢掉 就有学生就一看 就跑来跟我说 老师老师那边好像某某老师的门口 有一本书好像是你的 因为上面有你的签名这样 我说什么书 他说C.Rive Mills The Power Elite 我说是我的书 但我不看 我有借给他们 我也不记得 他老师好像已经扔了 我就跑去问那位老师 我说你是不是扔了我一本书 他说那本书你的 难怪那么旧 我把它扔了 怎么样 那我欠你多少钱 我还给你 我说那不是钱的问题 那是一个 我跟那个书的故事 你知道吗 你就彻底把我那个记忆给毁灭 我不在乎那本书 因为那本书我也没看 但那个就是 所以人家送我东西 我都很少丢的 这东西摆在这干嘛 我说这是谁谁谁送的 你用吗 我不用 但他送了 我就得留下来 什么时候丢 我死了以后丢吧 万一还有纪念馆 还有地方摆 还可以打灯光 多漂亮 而且谁谁曾经在什么时候送我的 送我的东西我大部分都记得 现在年纪慢慢大 所以我蛮习悟的 常常有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最夸张的这个 这故事要讲一下 免得各位误会 我的研究室里面有 有一个小朋友曾经来算过 大概有37件跟 加飞猫有关系的纪念品 包括一个浴巾 一个浴巾上面印的加飞猫 那你基本上买不到 那都是盗版的东西 结果有人说 老师你喜欢加飞猫 我说刚开始不是 可是同学觉得 我长得像加飞猫 而且我的肚子 那凸出来肚子 跟加飞猫根本就没两样 然后那种表情 他们觉得跟加飞猫 我觉得不像 所以有一年 学生就送我一个加飞猫的头 那是所有的开始 就在那个头的加飞猫上 然后后来大家就 怎么谣传来说 我喜欢加飞猫 所以大家送我东西 就送我加飞猫 所以我就一堆加飞猫 摆不下还有 我家还有两三个这样 人家说有一次 我的研究室里面 最大的加飞猫 是跟小孩一样大那个 那是我号召学生 谁在夜市看到 有加飞猫 你就帮我买 一千块以上的 我就给你实际价钱 一千块以下 我就给你一千块 多出来多少 你自己赚到 学生就很热心 就帮我去夜市 找到就有一天 有个学生就打电话来说 老师我看见有一个 不是在夜市的 但是他脚有点脏 要不要买 我说多少钱 960 我说你就买了嘛 我给你一千块 照当初的约定 你赶快给我送来 他就马上就送来 我说还给他计程车钱 走过一个大加飞猫 就是这样来的 这个是我的个人记忆 这个跟基地记忆 没有太大关系 所以总而言之 不要再送我加飞猫了 有时候有些同学 看我的旧的录影 大概七八年前的录影 我讲我很喜欢吃什么点心 有人就真的寄来 不要再寄了 真的不要再寄了 我收集 Starbucks地名碑 已经收集到没地方放 也不要再寄了 真的不要寄任何东西给老师 作业也不要寄了 懂吗 就看就行了 回到这个集体记忆 所以这集体记忆呢 现在流行的名词 很多年轻人不会说 我的专长是知识社会学员 那听起来非常老派 我的专长是集体记忆 或者我专长是社会记忆 我的专长是文化记忆 我的专长是记忆研究 通常什么什么研究 都是跨学科的 最早叫做女性研究 Women's Studies 那个不是只有社会学的 后来在美国更早 叫做Black Studies 黑人研究 当然那个后来不能这样讲了 就对黑人是不敬 所以Black Studies 完全是Women's Studies Women's Studies 完全是Cultural Studies 是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完了呢 是Science Studies 叫做科技研究 然后现在还有什么 Disability Studies 这个Memory Studies 所以现在跨学科的 几乎都可以用Study一个字 Studies一个字 把大家集合在一起 那这个 Aby Wahlberg 是一个艺术史家 我记得 他就用了Social Memory 这个字 艺术史常常从那个 艺术品来当成一个 记忆的一个物件 那个是最具体的 像我们去郭文博物院 我最不喜欢看的 就是商朝那些顶 我怎么看就是 那么笨重 怎么烧啊 煮一顿饭 不是很麻烦吗 很多人很有兴趣 考证那个顶的名文 那是什么 我煮饭的时候 哪看到名文啊 对吧 就 我看了顶 他又生锈 对吧 吃了以后 我就觉得可能要拉肚子 我就想到很多 这种很具体的 我是非常没有才气的人 我老家还是河南 是殷墟古地 我一个亲戚呢 就对于这个商朝的 清童记 非常非常有兴趣 非常非常有研究 我上次跟他去的时候 他就在那边 看得非常仔细 我说我去看书画 书画我看得懂 这个童记 我完全看不懂 这样 后来我还在 后来我就陪着他在那看了两个猪 看了猪肉跟白菜嘛 对不对 在台湾叫北菜漏嘛 北菜漏就是有猪菜 有白菜嘛 有猪肉有白菜 那就看到那个放大的一个 那个商朝的铜器里面文字 真的有炯那个字 我想天哪 商朝人就觉得很尴尬了吗 就有个炯那个字 我希望能够再继续发现 ORZ啊 什么这种字 那你就会觉得 我们跟古人没差太远 好 那我的老师 这个理论老师 艾伍尔塔尔 他也有 Social Memory 这种用法 但这种用法 有的时候 因为Social是一个普通字眼 Memory也是个普通字眼 就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而且Social跟Collective 某种程度 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这种用法都是 你用了 然后就又怎样 那法国的历史学家 他有一群人 在皮尔诺哈尔的主编之下 编了一套书 就由不同的人来写文章 他这个呢 就叫做 Leur des Memoires 然后英文翻译叫 Realm of Memories Realm是境地场域 那这个台湾的戴立娟老师 就翻成记忆所系之处 非常文言有那个 但是太长了 真的很不好背 然后这个大陆的人 这个学者就翻成记忆之场 因为这个是 Realm跟场是差不多 比较一点可能会引起 误会的地方 就是因为社会学 现在很多人研究 然后用Budu的观念 Budu有一个场域的观念 那个场域呢 英文叫Field 就很怕这个记忆场会到时候 再转回去可能会变成 Field of Memory 而不是Realm 也不是这个 那个Field 原来的法文是什么 我现在忘了 意思想不出来 好 所以总而言之 这是其他人用的 尤其记忆场这个概念 历史学家有的时候 不太愿意跟 社会学家屈服 就用一个 我们也用这个字 你们那学我们的 乱讲 我们才不是学我们的 就有这种 很像小朋友那种 斗气的这种用法 这样 那其他也有了 这个 Young Asman 这种大陆人翻译的 台湾我以前不知道 有这两个人 也不知道这个书 叫做文化记忆 你看就前面 记忆两个字是一样 前面的用的不一样 这样 DAS CUTUELA GEDECHNIS 或者叫Cultural Memory 差不多的字 还有记忆研究 我刚刚讲了 GEDECHNIS FORTION FORTION就是studies 或Research的意思 那叫Memory Studies 因为是各个学科的 来集合 来对于记忆 做研究 所以那个study 一定要加S的 那也有人叫国主记忆 National Memories 我们为什么 比如说是中国人 是台湾人 是什么日本人 是哪一国人 这个都有 这个国主 National这个字 以前有国家的意思 后来又有民主的意思 也有人翻成国主 这个在不同的年代 这个字 有不同的用法 Nationalism 有的翻成民主主义 有的翻成国主主义 那另外一个 稍微比较麻烦一点 那跟知识 跟那个社学历史有关的 就是这个德文字 那个先讲中文 有时候是不太恰当的 那个德文字呢 叫Visions 他们不太愿意用希腊字 Logos 就用Letter Letter就是Logos 就是学的意思 那Visions 就是科学 或者学术 或者就是简单的一个学 那这个字也呢 后来在进行的科学发展以后 这Visions 又变成是自然科学专属 原来是学术 是统包的 没有什么自然科学 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这种区分 所以这个字翻成英文的时候 就很尴尬了 因为最早 这个用到这个字 在社会学里面 是Mark Fieber的一本 方法学的论文 英文翻译了在一九四几年 翻成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 那就把Vision Sharp这字 如果你等同来看 就叫做Vision Sharp Data 就是Methodology 就是中文的方法论 但这字不是韦伯用的 因为他太太 把他的相关的 我们所谓方法的文章 摆在一起 或方法论文章摆在一起 然后给了这个名词 这个名词 原来是德国的哲学家 叫费希特的人 所使用的 Vision Sharp Data 那Mark Fieber的太太 就用了这个 来把这一群文章 叫做这个名字 然后英文因为 先翻译了叫做Methodology 所以这个字呢 长有一段时间 在社会科学界 Vision Sharp Data 就等于Methodology 那靠着英文来认识 Mark Fieber人 也就经常把这个字 当成是方法学 所以一直到了 大概80年代 9年代 有些欧洲的学者 懂一点英文以后 就在跟英语世界沟通 交流的时候 就会说 这个字翻译方法学 是不恰当的 这个字真要翻 就很笨的翻法 叫Science of Science 科学的 科学 或者叫科学学 讲完都觉得自己是结巴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科学 当一个学问来研究 在1997年代 美国也出现了一个学问 叫Sociology of Sociology 社会学的社会学 听起来真的是像出了什么问题 不是 就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 社会学这门学科 它的人 它的制度 它的思想 叫社会学的社会学 就是现在讲 叫做后社了 Meta了 那中国大陆把Meta 这个都翻成原了 原社会学 那就更不知道是什么 每个地方都有这说法 所以中文呢 如果你用 Methodology这种英文翻译 那当然就翻成方法学 如果你用Science of Science 翻译 那当然就叫科学学 听起来非常奇怪 你放心好了 这个原来的德文字 你拿去跟一般德国人讲 他也觉得很奇怪 这不是日常生活用字 这是那次那种GRE单字 你考过了以后 一辈子用不上的那种 真的是一辈子用不上 我好多单字 以前背过 然后到现在 真的有的没用上过 有的用上一两次 真的用上一两次 在看学术文章的时候 用上过 好 那这个其实 可能从字面上来讲 就叫知识学 意思是Visanship 跟知有关 那这个可能更方便的 应该采取古文的方译 就一个字 但是含盖意义非常广泛 就叫学 学 Layer是学 现代语学 那个Visanship 是学 叫学学 但这更像是结巴 所以告诉你 可是在知识学 很少人用这字 很少很少 这是因为 有些人学过一点 Mark's Faber 所以顺便说一下 那这个 我们要界定知识学 是什么 有几种方式 这个跟你界定 什么什么学都一样 你要进入一个学科 都有这个几个方式 这是社会学新的讲义 过去是没有的 上语都没这样写 而意思是有 我没把他这样讲 第一个呢 是从知识社会学 主要概念来推论 既然这个学问 叫知识社会学 我们可不可以 从名字推论出什么 譬如说什么叫知识 那社会学 就是用社会学的角度 来研究知识 那社会学的角度 跟其他学科的角度 有什么不同 如果能掌握到这个要素 某种程度 你就可以知道 什么是知识社会学 这是一种 从这个主要概念来推理 我们等一下会告诉你 第二种呢 就是学科边界来看 到底要跨界 还是不要跨界 我们刚刚讲 studies基本上都是跨界的 跨界交流 那有的不想跨界 那我们从社会学内部来看 社会学内部有什么 专门把知识 当成一个现象来研究的吗 你去看社会学的课本 除了我上课的讲义里面 有科学那一章 基本上没有任何一本 社会学课本 我看过的 有知识那一章 当然知识社会学 课本最夸张的是 几乎所有的课本 都没有社会那一章 你社会学不是教社会吗 这我明天要碰到的问题 那社会是什么 没有告诉你 从古到今 我看到很少很少教会书 有一章专门讲 什么是社会 因为什么是社会 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概念 社会学理论都没定论 大概有四五种说法 第二个是从其他 相关学科观念来看 什么是科学 知识社会学 第三种方法 就是从既有的学术传统来看 这个是很重要 讲学问不能够 就自己就开始做始祖了 我们可以从创始人的原始理念来看 创始人呢 就是我们下礼拜要讲的 Mark Scheller 还有我们下礼拜要讲的 Karl Mayhain 这两个是 以知识社会学为名最早的两个人 他们两个人的观念 基本上时间差不多 两个人观念 真的是差得蛮远的 像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大部分的社会学为主的知识社会学 是不谈Mark Scheller 因为他是哲学家 我们下礼拜就有那个 第二个是以知识学为名的书籍的内涵来看 能不能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 大家在我讲知识社会学 你讲知识学 我们最后知识社会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 我觉得你要去进入一个新的学科 用这几个方法都可以做的 你要进入一个很陌生的学科 你可以看从他的名字来讲 应该是什么样 譬如说我们如果有一天 我想这天应该不远了 要研究外星人社会学 我们就决定知识那部分就是外星人 那我们要从社会学角度 怎么样研究外星人呢 那社会学有一个特点 这不是我们的道德立场 很不幸的很多人把这个特点 当成道德立场 所以我们社会学主要关心的 不是真跟假的问题 不是 主要关心的不是 当然你主要关心不是 就不是说我们不关心真跟假 不要误会啊 不要走到那么极端 我们要主要关心的是 因为人们相信了真跟假 然后呢因为他的相信真跟假 造成了某些社会后果 这是我们相信的 你去研究宗教社会学 就碰到这个问题 宗教社会学家经常被问到的问题 说那你信教吗 宗教学者那大概都是信教 宗教社会学家大概都是不信教的 所以很多人不喜欢社会学家 因为社会学家常常就是来搅局的 XX社会学都是来搅局的 你不相信你这么研究宗教 因为你们相信 所以我们来研究 你们相信以后这些行为 这些制度 这些思想造成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来研究啊 那你为什么不相信呢 我相信我就不能研究了吗 对吧 我就有偏颇了吗 我们要抱持一个中立的立场吗 所以我们不能相信 当然这个有的说我相信了 但我的信念不能够影响我的这个研究的结果 所以像中校社会学 大部分的在台湾的中校研究中校社会学的人 没多少 好像大部分都是不信教的 少数是有信教的 这我知道 好 所以像这个 那我们知识学研究知识学学就比较 这问题比较小啊 我们都相信有知识啊 那什么样的知识啊 所以如果回到刚刚的问题 如果有一门学问叫外星人社会学 那说你相信外星人吗 这就不是知识学研究的问题 而是研究在人口里面 有多少人相信外星人 他们为什么相信外星人 那为什么有人不相信外星人 相信外星人里面 男生女生的比例是多少 这跟性别有关 那外星人有没有性别啊 你们知道我昨天碰到一个男外星人 我昨天碰到一个女外星人 我昨天碰到外星人夫妻啊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夫妻啊 他们牵着手走路啊 你不知道外星人就是牵着手 那样的吗 那其实是一个人 所以这个外星人有种族的问题吗 外星那么大 当然应该有种族问题 有区域的问题 对不对 你来这第几个quadron啊 来这第几光年的啊 我想应该有这种 对不对 族群的问题 因为阶级的问题一定有嘛 一定有那种有钱的外星人 跟穷外星人 你看他的那个航空器 你就知道嘛 对吧 那个很破烂航空器 显然是那种穷外星人 会打败了逃到我们地球上来的 对吧 那个还有科幻小说啊 科幻小说就是我们现在 对外星人的一些想象 科幻电影啊 对吧 所以那个真的要做 也是可以做的 不是不能做的 虽然听起来很荒谬 当然最后我们还可以研究啊 那为什么有些人认为 研究外星人是荒谬的 这我们可以从知识社学立场研究啊 为什么那外星在某些人 是觉得很珍贵的知识 然后某些人觉得 一派胡言 我曾经希望有一个同学 我教书三十一年 碰到一个对外星 一样有兴趣的人 我曾经希望他能够写这个论文 台湾那时候有两个外星人团体 专门研究外星人团体 两人不合的 我说你去研究 他不合才好研究啊 你这两个人 两个人一派 他说老师其实里面没多少人 那个会员是流动的 这边当然加完 然后跟那个组织不合 就派到就流到这边来 反正在台湾好像没有人看过外星人 那叫Siting Siting还有它也很严格的标准 不是有一张影片照着怪力又怪切 然后就叫做一张影片 没有 Siting是有他们内部的专业标准 所以他们还是有那个 所以有些 你看有时候新闻报道 有外星人 然后就会有专家出来验证 这是照片作假呢 还是怎么样 最新的一个新闻 只有在某一个媒体有 就是说他们有一天 用高倍速望远镜望月球 说月球表面飞过了 三十几个不明航空机UFO 那会不会是望远镜没擦干净啊 所以有那个点呢 还是什么就没人知道 我当然这是比较夸张的说法了 那么回到这个 就是可以有这几个角度来看 所以什么什么事 所以经济社会学那大概是什么样 然后你不知道的话 你去找一本经济社会学书来看就可以 那新的领域常常没有书 所以第三个就没有 学术传统就没办法 那学科边界 还有这个概念推演 这两个有的时候 是有办法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社会学可以生生不息 可以不断地创 就是这样来的 在我念书的时候 没有什么环保社会学 没有什么生态社会学 现在可以有 是因为真的环境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那这个很多在台湾 是公共卫生的人在做的 社会学少数的老师开环境社会学 那书很少 所以你能够从第三个立场 或第三种途径 你大概是很难的 我个人是对于养小动物是很有经验的 大概在十年前吧 就有叫人与动物关系社会学 Sociology of human slash animal relationship 很长的一个字 通常是澳洲人在研究 找到几本书 很有趣啊 我因为有养 所以我也注意过这个问题 但是后来没有继续在这上面发展 那我们后来一位年轻老师 后来就开了类似的课 我就很高兴 他前一阵子 他研究 他的硕士论文是研究动物买卖的问题 前一阵子要研究什么 要研究猫心理师的问题 有人会跟小动物讲话 他去联络了几个这种 号称有这个的 那我的朋友里面有人养猫 就曾经带他的猫 猫照片就行 猫还真不必去 他看照片就知道这猫有什么困扰 最神奇的一件事情是 我的猫曾经去看过一个医生 那时候他还活着的时候 然后后来 那个人的猫也去看那个医生 然后后来他透过这个 懂的猫的 这个叫cat whisperer 我不知道中文 他现在翻译什么 就听得懂猫语的人 那个猫就跟这个懂猫语的人说 你跟我主人说 那个医生打针很痛 不要去那家了 我的猫曾经去过 我的猫就比较含蓄 没有告诉我这个事情 好 那接下来知识社学的定义 跟范围的问题 那就是从第一个来讲 那知识有的时候 跟意见有什么差别 我们都知道意见 通常在跟知识对比的话 知识通常是有经过验证的 是经过学习的 意见都是没有学到过的 在亚里士多 他就有doxa这个差别 doxa这个字眼就是一个没有经过验证的一种意见 你可能就随时听来的 这个现在的新名词可能就叫假新闻 我们以前那样活在假新闻里面 或者一些其实不太重要的 只是一个人讲的话 我们就会闹成一天 比如居里夫人的事情 昨天就闹了一整天 我还好不容易把她背了下来 然后说没这回事 我非常生气 我竟然把居里夫人名字背下来 然后我才去查了一下梅克尔夫人 不叫梅克尔 梅克尔她丈夫的姓 好像以前萨切尔夫人也不叫 那也是她丈夫的姓 总而言之 我就忽然间做了一些功课 我有时候很无聊 人家那样无聊辩论的时候 我就会找相关的冷知识 有一阵子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史怀哲 讲的阿伯什维特 不是德国人 因为史怀哲是 亚尔萨斯跟洛林两省的人 他出生的时候 亚尔萨斯跟洛林两省 割给了德国 可是后来又 一撒旦以后又还给了法国 所以到底史怀哲是哪里人 我就很好奇 然后就看史怀哲出生的时候 到底亚尔萨斯跟洛林 到底已经割给了德国没有 这跟台湾一样 有些台湾人出生的时候 是日本统治 后来国民政府收了台湾 对不对 那他到底是哪一国人呢 那他曾经有过日本名字 然后后来回归了祖国 然后就是祖国的名字 然后现在可能又是有些政治主张 他到底是哪里人 这种族群认同的问题 在这种近代社会 很多国家都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 那回到这 意见 尝试啊 那骂人最常听到的话以前 就你没有知识也得尝试 没有尝试也得看电视 然后后来我还听到有人补了一句话 说你没看电视也要学的会说试试试啊 你干嘛跟人家意见不同呢 所以这个尝试的问题 当然现在尝试的范围 看你大概是什么样的人 就尝试的范围 有时候会很 会有这个人群上差别 比如说我不看运动节目 我就常不知道那些体育明星是谁 那有人不看这个影视新闻 就常不知道这些人是谁 有人犯冰冰李冰冰白冰冰会搞不清楚 都觉得冰冰的 这个就你看就是常 对有些人是常识 对有人可能就不是啊 那不住台北人 可能你也不知道孔庙 我讲孔庙有一年 叫同学去孔庙参观 那有人就跑到台南去了 因为他以为台南才有孔庙啊 他台南人啊 有那种台南人的至尊呢 觉得我们全台首学 开玩笑逛孔庙不逛我们台南 你们台北有啊 我们台北有啊 全台全台湾有二十个孔庙啊 这台湾是包含金门啊 这个台湾是广大意义 迷信啊 什么叫迷信什么叫知识啊 有人就觉得哎呀 那八家将啊那是迷信啊 算命啊是迷信啊 那还有这个 后现代理论啊在科学界叫做迷信啊 所以台湾有一本书翻译过来叫高级迷信啊 那书一翻译很多人很生气啊 说什么高级迷信我们这是后现代啊 你看不懂是你程度低啊 你怎么就骂我们这些人乱写呢 所以迷信突然变成骂人的话 你不爽谁 你就可以说谁是迷信 那迷信跟知识有什么差别 特别在自然科学兴起以后 有好多所谓的迷信啊 但是生活里面我们在台湾 还是有很多迷信生活在 然后我们现在就不讲迷信啦 就讲民俗啊 就盖房子一定要拜拜啊 然后这个电脑机房一定要摆乖乖啊 那都没有乖乖地方人怎么办啊 你看就是我们台湾伟大的地方吧 对吧 我们有个乖乖电脑就不会出问题了 而且要买那种绿色皮的乖乖 对吧 一定要叫乖乖 大陆就没有啊 日本也没有啊 对不对 所以他们会出问题嘛 不像跟台湾学习嘛 对吧 这到底是迷信还是真的 你已经念自然科学了 那继续有问题就是有问题 你要找出问题来 哪就摆一包乖乖 你不是养老鼠吗 所以我常常觉得 他说孙老师啊 这得信啊 不能不信啊 吃乎书要拜拜 不然生意不会好啊 你不能太铁齿啊 怎么办 我说我不是铁齿啊 我就天生的牙齿啊 没装铁啊 反正有些人到后来 觉得跟我聊天很无趣 不要谈这个话题 孙老师最会扯 经验也是啊 经验跟知识差别在哪里 有时候经验是你个人的 那个知识是更广泛的啊 比如说我们在社会学里面的研究 常常告诉你 教育是复制的阶级啊 不同时代的人 因为文化资本的不同 所以从大的层面来看 教育都是有钱跟有权阶级的人 在得到很多好处啊 那整个这个社会的阶层也是这样 那从经验来看 确实少数苦读出身 白手成家人也都有啊 但是比例上非常少啊 所以你从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经验 你的那个知识 可能就不太一样 那另外还有一个 就跟阶级有关的 到我们这时候 却谈得比较多 比如有钱人的小孩 对警察的看法 跟穷人家小孩 对警察看法是不一样的 穷人家小孩 可能因为要谋生的关系 常常被警察驱赶 如果在街上摆摊 有钱人家小孩 可能是因为他到哪里去 警察对他都很好 所以他觉得警察是可爱的 是为人民服务的 穷人家小孩 可能就认为 警察就是来找麻烦的 你送他红包就没事 你没送他红包 没有社会正义的概念 所以有钱人跟这个 没有钱的人 或者阶层上面 上阶层下面 至少对于执法单位的 警察的看法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这个像经验 传统啦 这是一个很含混的概念 就是把一个过去的历史 都叫做传统 那其实过去 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传统就是这样啊 我们以前都这样做的 现在为什么不行呢 那我们台大最关心的问题 就是以前小党就这样选的啊 选出来就都这样子了 怎么这次就不行了呢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困局 权威 也是 对不起 权威 权威 权威authority 知识是不是叫权威啊 在逻辑上的 所谓的错误 fallacy 谬误里面 有一个叫诉诸 appeal to authority 以前我们说 诉诸权威是错误的 我们那个逻辑老师说 同学这就是翻译错误 本来知识叫诉诸权威 它就是那一行最了解的人 错误的地方在 诉诸错误的权威 它不是权威 你把它当权威 该看的书你不看 你看了一本不重要的书 然后你引证它说法 这叫做诉诸错误的权威 那才是fallacy 所谓上所谓的谬误 那这个信念也是啊 你为什么相信这个事 比如说核电 反核跟永核 反核永核照到应该有知识啊 就是核电到底是 经济上的效益 还有灾难上的问题 你不能说因为核电一发生 然后人很惨 你就不用核能 因为比较省钱 但是呢那核废料没办法处理 所以你看反核永核人 基本上到后来都是信念之争 而不是科学之争 也就是说 这个核电厂发生事故 你算一下那个比例很低的 是啊 但是发生一次就受不了了 那你说那为什么不用 那用风力发电 用火力发电 会有空气污染 这也都碰到 所以到时候就会 到时候你支持什么 好像最后诉诸的 不是你拥有的知识 而是你信念的坚定与否 那社会运动的时候 他们常常要强化的 就是你的信念 而不是你的知识啊 因为有的知识不够充分啊 你就叫他相信我就对了 跟着我走 你就拿着一个旗 他就跟着你走 很多在知识界也是这样啊 你觉得好像在日常生活里面 好像跟着人家走 是一个被人牵着鼻子走 没有一个自主性的行为 在知识界很多人 一样是这样 尤其是我们在东方 研究西方的知识的时候 常常老外讲什么 我们大概就信什么 这是一个那个 这是信念的问题 说信念跟知识的差别 或者信念就是知识 刚不是讲吗 有一个人就叫 sociology of beliefs 那个宗教我们认为是belief 是非常确定 但知识里面有很多 也是beliefs 那宗教 刚刚讲过 这宗教现在已经是独立的一门 知觉 perception 刚刚也讲过 但用的比较少 认知 cognition也是 意识 这也通常在心理学才用 我们社会学用的非常少 但是有人会强调文化意识 强调阶级意识 那就跟社会关系比较近 那知识 这个知识包括正确的跟被接受 在科学哲学界 一直在讨论 什么样是正确的知识 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就这个讨论比较少 我常常举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大学 台湾大学科系那么多 怎么每一个算命系啊 算命那么重要啊 大家都去算命 怎么没有一个这个 祭拜的戏啊 民间信仰戏啊 有人内学 但是每天初一十五 你在台湾街上都看到人家在拜拜啊 这么重要的行为 一个礼拜来一个月来两次的行为 你都不研究它吗 那到底是正确的知识 还被接受的知识啊 我一次听到一个学塔罗派人说 我这是在西班牙的大学学到的 西班牙大学里面有教塔罗派 表示他的身份很高 那台湾大学也设计一个塔罗派系啊 对不对 加上你就会在外面摆的时候 你就说 我是台湾大学塔罗派系毕业的 多好听嘛 对吧 为什么没有 为什么我们讲到台湾大学有个塔罗派系 你就会觉得这太low了吧 那知识就没有被接受啊 可是大部分人每天还要看出门 要看运势啊 看自己的星座 看自己的运势 谁出门看今天知识社会学校教什么呢 所以这个你别看这个没有被接受知识 没有被制度接受 思想啦 文化啦 文学啦 艺术啦 语文啦 科技 那学术啊 本身这研究的比较少 当然传播舆论 有的已经变成专门的学科 这是知识学 知识 有时候用不同的名词来展现 好 所以我们上上课说了知识社会学 这个知识的部分啊 可以用不同的名字带进去的话 那就会变成一个不同的学科 那有一些有 有一些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啊 那接下来你看这样知识社会学 就会谈到啊 或者有关谈知识的话 什么叫知识啊 相对于什么叫无知 还有什么不是知识啊 像你在学校上课 老师没教的东西都不是知识吗 我想也未必尽然 因为有时候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比如说大部分社会学的课啦 都没教外星人啊 都没教人物动物的关系啊 就我刚刚举的例子啊 那这些都不是社会学知识吗 我想当然在社会学入门的地方啊 可能都不算 但是将来如果有专门的老师开这个课啊 如果在不需要审查的一个一个机制里 当然都很好 像我们在台大老师开课基本上不需要审查 所以你爱开什么课开什么课 相对很自由的啊 那在有些地方就需要审查啊 我从台大开开教了31年书 没有一本课被审查过啊 我爱开爱情社会学就大家笑一笑 还是一样过了 并没有人说你凭什么开爱情社会学啊 什么外面生意有啊 但是我在这边基本上相对的自主性非常高的 我如果真的有一天要开外星人社会学 我相信也没有人敢阻拦我 他难道不怕外星人来报复吗 呵呵呵呵呵 所以这个无知也是一样啊 我觉得我们的社会那么大啊 我们的人那么渺小 对很多事情我们显然是无知的 如果我们的知识领域永远在原来的领域不断的这种踏步 我觉得进步会非常少 所以像我这个人我就很喜欢开新的课 探索那个无知的领域 未知的领域 这个像我喜欢看Star Trek 就是要to go where no man has gone before 我觉得我喜欢做这样的 虽然不是探索宇宙 但是探索我们身边这种 当然现在叫no man 已经不是一个很政治正确的 性别正确的名词 no one has gone before 我很喜欢这个 所以我开创很多课 希望大家能够往这方前 因为这些课都是有趣的课 尤其念社会学常常有人认为 为什么社会学都那么无聊啊 社会学应该很有趣才对啊 我当学生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当老师就说 好吧别人不做我来做 那至于我做了是不是真的很有趣 那是另外一个事情了 还请这个一般就会讲到 启蒙时代知识观 特别是有后面立场的人 在来看这个 所以我们现在流行的 都是启蒙时代知识观 这已经落伍了 启蒙时代是欧洲的 大概16世纪左右吧 在之前是文艺复兴嘛 在简单来讲 那启蒙时代知识观认为 第一个有所谓客观的知识 那是在那个时代发展出来 那其他主观知识是要不得的 然后有理性的知识 这种非理性知识也是要不得的 有真实的知识 这种虚假的知识也是要不得的 所以强调知识有这个客观理性 跟真实的部分 相对于主观 无理性跟虚假的部分 这种知识观到现在为止 特别自然科学更相信这个了 那社会科学或人文方面的东西 是不是相信这个就问题很大 所以后来就出现了一区人 叫做反基础论的 就是反前面 他认为根本就没有差别啊 知识根本就没这种差别 这个你要看这个知识 所仰赖的背景的问题 每个时代的背景 每个地方的背景 文化背景不一样 到了后现代 知识就更没有这种差别了 是什么都行 Anything goes 这就会陷入一个无政府主义状态 所以有些人是从这里出发的 所以对于知识到底要怎么样 前后的立场都不太一样 好那接下来呢 知识学另外一个 就是社会学的部分 那社会学是什么 你要用什么方式的角度 去探索这个知识 第一个就是人群 社会学一定研究人群 社会学不研究单个的人 那个人要研究也是他类型 特别是一群有共同特征的人 像知识分子就是一个很好的 传统从知识学开始 就有人注意的这个 这群特质的社会的人 另外精英跟大众 这个在意大利19世纪末期的学术思想里面 就一直有这种说法 elite跟masses 这个理论当然后来影响到欧洲的法西斯跟这个纳粹 法西斯就认为 当然也不是只有法西斯这样 精英要领导群众 然后迈向一个未来的乌托邦 精英对大众是有责任的 这个像马克思主义就觉得 无产阶级专政 对无产阶级刚开才不能专政的时候 谁来呢 当然就是有良心有血腥的知识分子来代替 叫革命先锋队 这个是当时的一些想法 那当然后来也说最后是个无阶级的社会 所以精英最后跟大众就没有这个差别 你从马克思主义来看 那你从所谓的被人家认为保守主义的 到现在还认为精英跟大众是有差别的 像美国跟英国的教育 那精英教育跟大众教育是很不一样的 大众教育是公共教育 你们这个竟然争取了民主 还要给你这一点教育 精英教育是很花钱的 在英国的那种号称公立学校 其实是私立学校 英国这次很奇怪 那伊顿工学 哎呀那个 那种真的是应该被认为 在我们台湾或者在大陆 都认为应该改革的地方 伊顿工学 美国的一些非常有名的 这种私人的高中 在念哈佛大学之前 那种私人高中在里面就 那都是非常非常精英的 学费又贵 那比念普通一个大学要贵太多了 在美国好的大学 基本上都是私立大学 私立大学学费都N贵的 你为什么会那么贵 那你想他没有政府补助 他靠的都是自己靠着这个 教授薪水是来自学生的 学费的一部分 他当然贵了 我们在台湾跟在大陆 你的学费结构里面 不包含我们的薪水啊 你要来跨校选课 你要交钱给学校 我一毛钱拿不到 照道理对吧 你应该分成一百份 学校大概拿二十份 我好歹也得拿多少 百分之多少才对啊 这样我才愿意多收学生啊 不是吗 如果照这个逻辑 没有来多少人跟我都没关系 我觉得这也是 我们上课 交一个人也是这个薪水 交一千个人一门课 也这个薪水 你说这有道理吗 那哈佛大学 教三百人什么正义的课 在一个大礼堂里面教啊 那他当然薪水是非常高的了 我在念歌大的时候 1999年 我后来去交换半年 有一年那个 就是说他要搬家了 我说你为什么要搬家 在那儿毕业的学生 他说因为这栋楼的这一层 要清出来 给一个交 当代文明的老师上课 重金把他挖来 就是来交通事课的 然后这个给他的优待 就是在学校大门口 就有一栋房子 学校那学校地产 就把一整层楼 清出来给他一个人住 这叫优待 你懂吗 我在大学门口 就大学没宿舍 没关系 大学门口给你一个一整层 把其安全赶走 一整层给你 这才优待 我们当台大校长 可能都没优待 以前台大校长 在哪个地方有一个寓所 在福州路有一个寓所 很大的一层楼 在日本式房子 现在有没有我就不知道 另外在中华文化里面 儒生是很重要的一群人 在1905年废止科举之前 跟隋唐开始就有这个科举制度 这些考试的认官的知识分子 在英文叫 这应该是一个拉丁文 Literate Mark Fieber的 《儒教与道教》那本书 就有提到这一群 在中华文化里面 很特别的一群人 这个人群 这些人群所拥有的知识 对他对着整个社会 或整个历史 跟整个文化的影响 所以人群在社会学里面 是很重要的一个研究的一个 所以研究跟知识有关的 就是这些如果要讲的话 那制度方面 制度方面 家庭啊 你的知识 很多所谓的意见 什么都从家庭来的 你的道德观念的确立 基本上从家庭来的 所以隔代教养 就会有这个差别 隔代教养 因为你的那个上 你的那个前两代的人 他的知识的水平跟你不一样 他的知识 通常是农村知识 不是都市知识 所以隔代教养 有教啊 有养没有教 他可以给你吃 所以你绝对不用担心 但是没有没有现代教育 完全没有现代教育 这是现在普遍的一个大问题 那另外教育呢 教育要改革 教育要那个 你要念什么样的学校 你就得到什么样的教育 这是累积文化资本 照现在的说法 就是从Bourdu的说法 那政治啊 政治怎么控制教育 怎么控制家庭关系 这跟政治制度结构 都有很大的关系 那经济更是啊 你要家庭经济不好 你的那个出路是非常的有限的 你经济好 比如说在台湾的话 你如果经济好 你从小就可以不要念台湾的学校 有人就可以去念什么欧洲学校 弄个办法 去念美国学校 理论上美国学校 欧洲学校都要有欧洲跟美国什么身份 那有些人可以买得到身份啊 有人有护照啊 在台湾出生有其他国家的护照啊 所以发身份证 发居住证算什么呢 我常觉得这个 你这个往世界格局看 有钱人的 他家里的一堆护照 就少于情报人员那种而已 不像那什么 对吧 汤姆克斯一打开 那个保险箱里面有N国的护照 有N国的货币 然后还有一把很重要的枪 对吧 这是 这是从那边得到教育 所以你没钱 你大概只能政府提供的东西 甚至都没有 那宗教也是一样 是很重要的制度 如果宗教规定你能想什么 不能想什么 比如说我们即将面临的 公投的问题 其中就有一个多元成家的那个问题 那大部分的宗教是反对同性恋的 所以那大部分的宗教的信徒 大概在那张公投票上 都会反对同性恋 有组成家庭的权利 那大部分的比较自由主义的 学过的这个现代 有现代知识的人 特别是不信教的人 这一点可能在投票上面 就有这个投票行为的差别 那宗教影响知识 这个就是一个最明显的 台湾最不明显的地方是 其实在欧洲 在美国特别是 女人堕胎 是一个罪 这个比法律还一种 宗教上认定的罪 尤其是基督宗教 不准堕胎的 特别是天主教 那台湾堕胎一直不是个问题 美国我在念书的那个之前 有那个堕胎诊所 常常还被这个反堕胎人士摆炸弹 美国当初在这个所谓的恐怖 中东的恐怖主义出现之前 是自己人摆炸弹炸这个 堕胎 赞成堕胎的诊所 实行堕胎的诊所 这几年听的比较少 但是在我念书的时候 哇这是常见的事情 美国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其他地方的人 不太了解 哈这也是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美国是很重要的问题 堕胎跟反堕胎 他们的政治人物在这点要表态的时候 也是非常非常小心的 也是选票考虑 另外是文化上面 跟知识的关系 比如高端文化和低端文化 这后来很多文化社会就有研究 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杂实文化 Omnivorous 就是我们不是一个 那高端文化很多是不跟低端文化来往的 就像同样穿牛仔裤 我们大概低端的人 可能就是在菜市场买一下几百块牛仔裤就行了 对吧 高端的人呢就得到很名牌的店 对吧 然后那个裤子就破破烂烂的 比那个穷人穿的裤子还要破烂 才能显示出他的高端 然后那个破还要破的样子 以前我牛仔裤是要穿到大概几年后 才会变成那样 他们高端的人买的时候就是那样 所以这很奇怪 为什么穿牛仔裤 牛仔裤以前就是工人穿的 因为耐脏啊 可以好久不洗啊 那个有钱人你干嘛把自己穿成那样呢 造他自己干什么呢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不同的文化 阶层文化的学习 另外大家还有生活风格的问题啊 就有知识的问题 比如这个我们刚到美国啊 有很多小地方就不太知道 好 接下来语文啊 我们认识世界靠语文啊 你要有些话你能说 你大概就有概念 不能说你就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所以这语文是一个很重要的 大部分人都忽略的啊 这我的社会学课就特别有一章讲语文啊 别的社会学书都没有 我有啊 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 我们语文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社会生活啊 语文怎么样影响我们的认知 比如说为什么念研究所啦 老师都叫你念英文东西啊 有一个很大的争议说 现在都有中语本 那干嘛念英文东西 中语本翻得不好 那英语本就好吗 如果同样是从欧洲语文翻过来的 你怎么知道英语本比中语本好 如果都翻得不好 读中文不是比较快比较方便吗 你干嘛一定要读英文的呢 因为当然要到国际会议场合 要跟大家沟通 还是要讲英文的多 我们可以派Google翻译啊 我们要展现二世纪 中国人的世界啊 中国语文的世界啊 我干嘛一定要讲英文啊 外交官都不讲 都讲本国语言的啊 我们为什么不能有这个自尊啊 老美就不能讲中文啊 我们干嘛一定要讲英文啊 我有碰过这种 你有时候觉得不要联络 跟他讲不通的 你讲他议和团也不太对 因为他真的没议和团那个本事 但是就讲认知啊 我们的认知受到语言限制的影响 你有时候读一个英文单子 你不知道什么意思 如果讲了 他就有一个翻译 你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我那时代呢 出现了一个英文单字啊 叫Kiwi 字典没有Kiwi这个字 Kiwi呢 如果你查到字典 就是纽西兰的一种鸟叫Kiwi 可是我面前的不是一只鸟啊 啊 然后后来说啊这叫猕猴桃 啊大陆叫猕猴桃 是什么是大陆找到纽西兰人现在在回呢 然后因为纽西兰的那个帮纽西兰做促销这个Kiwi的人非常厉害在台湾 所以就是因为一句广告词啊 就全台湾人都认识了Kiwi 然后怎么样 然后后来还先来是绿的 后来来的一个金黄色的内容叫西典呢 就是是真的 又是那个金的意思 然后这个台湾人喜欢金啊 象征富贵啊 所以金色的这个Kiwi 奇异果就在台湾就红起来了 就是一个概念上面让你知道这是一个营养多丰富多好的一个东西 没想要长得那么难看 又很好吃 中间切一半 拿个汤匙一碗就可以了 啥也不必再切了 然后富含多少营养素 黄的比绿的还要高多少倍 你光讲这个啊 口水都流光了 你就不必吃维他命 光吃一个这个 你感冒就好了 类似这样 你看这也是一个认知一个价值观 你就这样改变 原来一个完全你不知道这是什么的 然后那个 我们其实也很好吃的那个什么水果之王 榴莲 榴莲怎么看都是酷刑的东西 对吧 那个看起来很恶心的 那敲你一下你大概会受很大的伤 说榴莲多好多好 我第一次看到榴莲的时候 我就觉得那味道不可 怎么闻得下去啊 怎么会好吃呢 有人就叫我吃 然后我一看 剖开像个脑子一样 那我就觉得 这个形象上 我就完全不能接受 他说这样好了 那你先别吃榴莲 你吃榴莲糖 你先习惯这个味道 我就怎么也不能习惯这个味道 这样我老了啦 但是如果你看 你叫榴莲 你还没有太多那个幻想 水果之王 这都希望让你知道 这东西有多好多好多好 如果教练说 那这样东西臭啊 臭榴莲 你看你吃不吃 臭豆腐有人吃 有人不吃的 有人不吃是因为 他受不了那味道 像外国的起司 还有发霉的起司 他叫blue cheese 他为什么不叫 stinky cheese呢 所以后来那个豆腐乳 这个当初有些国人 要出国带豆腐乳 到过海关 说what is this 老外就海关人 这就是stinky cheese 他马上了解 因为他们国外也有那种 味道很难闻的起司 所以就放行了 就不认为那是 什么奇怪的东西 因为他们也有stinky cheese 所以臭豆腐的话 就发生stinky tofu 所以这老外马上就能接触 你只要有一个名词 跟他的旧有观念接上 然后他觉得很亲切的时候 这就完全无障 豆腐刚开始也不知道怎么讲啊 soy bean curd 很长 后来就有聪明人就说 直接叫tofu 然后用豆腐做的冰淇淋 我在1980年代 都没有念说的时候 哇 有个犹太人 发明了豆腐做的冰淇淋 叫什么呢 叫tofuti 多好又多好又多好又没有多少热量 哇 马上红遍全纽约 叫tofuti 最近又没听到 不知道为什么 发现了什么读书吗 反正很奇怪 这个一阵一阵的 好 这个语言跟思想 所以你有时候有一个好的名词 真的会增加 你人家的接受的程度 你有个好的名字 人家也很容易寄给你 所以这是 这个跟知识有关的 那其他的相关学科呢 有的人就说 所有的社会学都知识社会学 因为我们透过语言 透过知识去了解外在社会 我们不是直接了解外在社会 这个Siemens说的 然后这个Siemens就是写了一本 有关卡尔曼海的知识社会学 那其他的分科 其实都可以叫知识社会学 如果人家不在乎到 文化社会学 文学社会学 艺术社会学 语文社会学 科学社会学 舆论社会学 刚刚讲的 认知当传播 知觉宗教 或者叫信念社会学 这个都有人说 只是多流行而已 说是有人说 那社会学理论里面 比较跟知识社会学有关的 就现象学的社会学 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 特别是Alfred Schultz的理论 俗名方法论 Ethno Methodology 这个特别是 Herald Garfinkel的理论 然后这个会谈分析 叫Discourse Analysis 有的叫做Conversation Analysis 不是Conversation No 不是把Conversation 名字不是 洛杉矶有一群大学教授 特别两个有名的人 做了很厚的 Conversation Analysis 对于那个对话的 详细的分析跟记录 怎么样重复讲话 怎么样 讲话就是轮流 那个轮流是不是有规矩的 做到非常细的 当然Discourse Analysis 有几种不同的做法 一种是从Foucault那来的 有一种是从语言学来的 我曾经借过一本书 就讲Discourse Analysis 发现它有三种 还是四种不同的做法 另外一个比较新的 现在叫做Narrative Analysis 好像现在又开始流行了 什么东西都是一个Narrative 这个叙事 我不知道是不是用的 那个流行的字眼 所以像这个 在本身就有这样的说法 我们会提到 那历史学里面 我上次有说过像思想史 思想史呢 有两个英文 但是有人认为有区别 有人认为没有 叫History of Ideas 跟Intellectual History 那这个其他 我们已经讲过了 集体记忆 社会记忆 文化记忆 国度记忆 研究 这也是历史学里面 这个出现的 历史学就要是说 我教的是知识社会学 这就 这就叛徒了嘛 你怎么会 至少你说我教的是 知识历史学 听起来也很怪嘛 懂啊 所以他们就有这个名字 可对我们来看 不管你叫什么 内容是一样的嘛 只有一个很老的笑话 二次大战结束以后 美军占领了日本 日本原来的生活习惯 是男女共用一个浴池 美国人去了 这不文明啊 怎么就男女共用一个浴池呢 太不文明了 那日本人说 好啊 那怎么样 分开 日本人就加一个大门 写男汤 女汤 进去还是同一个池 应美国人要求 所以要文明 文明就在那门上 那另外一种 开玩笑的文明 说非洲人现在文明了 以前他们吃人肉啊 现在他们用刀叉吃人肉 工具文明了 所以这个有时候 很多很多奇怪的笑话 好 哲学上呢 叫认识论 或者叫知识论 知识论是讲结果 认识通常讲过程 叫epistemology epstem是希腊文的知的意思 或者跟知有关的 那也有叫科学哲学 科学哲学叫philosophy of science 特别提到 其中一个部分 科学知识怎么样是一个 有效的科学知识 那科学的进展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我以前学这个 科学社会学的时候 一定要学这个部分 那这部分进到某个阶段 后来后现代人出来 那就不必搞了 因为等于你搞的都是白搞 因为他觉得知识没有标准 那接下来人类学里面 有所谓的历史人类学 有认知人类学 但是我在这方面不熟 有的只是看到 我看到的文献里面有人这么说 那可能也有记忆人类学吧 我想可能就看老师怎么命名了 这不是一个到现在为止 很有规模的 或很有历史的东西 那这个在MIT 有一个program叫Cognitive Science 这是在心理系 在台大大概是心理系在弄 比较为主 你看认知心理学 那人工智能 那现在能搞的人 就很多语言学家 这个什么搞电机的 搞什么的都有 AI的 人工智能 这是一日千里 我真的觉得 我退休之前 可能 我今天走过来 我还希望台大能够变成一个 人工智能校园 譬如说像我这样 老师资料都在里面 对吧 上礼拜是在这说 还在哪说的 就是我一进来就 孙老师您来了 我马上备一辆车 你等着 马上备一辆车 把你带到你要到的学校 你今天应该是上什么课吧 你看太阳那么大 我们给你撑了一个闪 就来了一个机器人 孙老师请问你要选复古式的 机器人背你去 还是那个公主抱式的背你去 然后什么 如果是复古式请按一 公主抱式请按二 如果要高尔夫球车请按三 联络什么人员请按零 我就选了对吧 然后就来这个机器人 孙老师你好 听说你选的是复古式的 来请跳上来 我就跳上去背我 对吧 你的书呢 我们有另外一个机器人来帮忙 你就不必背那 孙老师今天天气很热 讲个笑话给你听 孙老师你需要水吗 我这里有三种选择 你到底按一按二按三 你看你要乌龙茶绿茶还是水果茶 不好 对吧 进的教员就是一个享受 对吧 孙老师前面你将会碰到三个你的学生 要跟他们打招呼吗 什么之类的 那个学生的成绩分别是A减 A减 A减 对不对 不打招呼 我们就换路 就换了 你看多好 都把我都想好了 对吧 人工智能 孙老师你的课程的内容 全部都上网了 你只要眼睛瞄一下 我们就会换页 不用你这种手操纵 孙老师还有什么需要替你服务的地方吗 下课了就 孙老师你要按摩一下吗 我测量一下 你今天血压有点高 我们现在用按摩椅方式 进入按摩椅模式 孙老师这样好吗 这边要多用一点力吗 然后最后只要把声音关掉 太啰嗦了 人工智能 将来可能我们 你看我们现在在很多人学习的 都是学习人工智能 可以被人工智能取代 你要背中国的历史朝代 比如说这将来 不要讲将来 你现在上网查一下什么都有 化学元素表 以前我那天碰到一个学化学 我就背不起化学元素表 孙老师你现在不用背 要用查的 我说对 但我的时代要背 你看花那么多时间 做后来会被取代的事情 有意义吗 熏了你的脑子 所以这个你看从政治科学来看 人到底应该发展什么 如果机器已经可以超越我们的地方 我们还要去发展那个东西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工智能出现 对于人跟禽兽跟机器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 语言学 他就没有哲学 神经科学 认知人类学 将来可能你一生下来 就植入个晶片 甚至你弄个什么 那个眼睛也都把你换了 人工所有器官都把你换了 然后每十年固定再换一次 因为人的器官会老化 你眼睛不会 像现在的技术 我的白内障 这眼已经都解决了 还选远中近三个什么什么三个一 还防UV的 然后我这个现在还是原来的 然后马上要换了 然后换完以后 我的眼睛会好到不行了 传说可以当狙击手啊 我杀谁啊我 长狙击手干什么呢 书摆那么远都看得到啊 对我就这样看书翻页 对吧 我除非变成Steven Hawkins 然后这个我说总结了 有的时候是不同的对象 跟不同的观点吗 还是同一对象 不同的观点而已 我基本上比较认为 是同一对象不同观点 也不是不同对象 同一观点 也不是同一对象 同一观点 我觉得基本上大概是二 所以大家用什么名字 其实研究出来的东西 或研究角度 其实是差不多的 接下来就知识学教科 是那种比较 这是我在前面讲 第三种的这种研究方法 比如说这个人叫Stark 这不是那个钢铁人吗 当然也叫Stark 对不对 他1958年就说 书名就叫知识社会学 然后加深对于思乡 是理解的一篇论文 那是一本书 加一篇论文是用古典的用法 Treaties 这是七八世纪 这个哲学家的用法 然后你看他知识社会学领域 前身是什么 本质是什么 结果是什么 然后第二部分 讲他的问题 社会决定 通常知识社会学的一个简单的说法 就是我们的知识 是由社会决定 那社会决定是什么意思 性质 程度 性质就是他有或没有 程度是有多少 或怎么样 然后社会决定征服 怎么样可以克服 所谓的社会决定 那第二篇 这个Horowitz的一本书里面 他说他的书就很杂了 你看用科学方法研究知识 挑战跟回应是什么 知识社会学史前史 这史前史当然是后来人建构出来的 当时人并不认为自己在做知识社会学 经验描述与社会规约 哲学方法与社会理解 运作哲学 Operational Philosophy 这哲学派有一阵子用的东西 后来就没有人用了 跟功能社会学 这也是现在不流行的东西 科学批判跟知识社会学 社会知识跟意识形态形构 这是因为卡尔·麦海姆的第一本书 就叫做Ideology and Utopia 所以意识形态一开始就知识了一所关心的东西 想要跟真正的知识做区隔 那乌托邦主义结构也是因为意识形态跟乌托邦是一个对局 后来就没有人这样做 在卡尔·麦海姆以后这种做法很少 那知识社会学的法则跟层次是什么 跟知识跟社会行动的问题 知识社会跟社会行动问题 很像中国传统所谓知识的问题 那现在最有名的人当然就王阳明来讲知识合一 在中国古代知就是行 知一定蕴含是行 你行的没有知识一定没有的 但后来慢慢分了 所以才需要这样的解释 所以你有看到什么跟前面相同的地方吗 第三个就是这本我觉得不重要的一篇文 翻成中文不太重要 翻成有些错误的地方 Hans Neisser这个人 先讲知识有一张 一张讲人类心灵的自主性 讲到实际知识学问题 实验科对兴起之项科学 非实验科学程序规则 理解跟行为 经济学当这种科学 系统社会学中的模型 现在你带来系统社会学 像我们带鼎歌叫社会系统 跟那个是鲁曼那种 这种系统社会学不是讲鲁曼那种 而解释法则跟因果 这个法则是law 因果是cause 这个在培根时代 他要求学术要寻求的是一种法则的问题 所以牛顿定律也可以讲座 就laws 就是运动三大定律啊什么的 然后到了这个 从亚里书的开始就要追寻因果关系 后来又不追寻法则 因为法则是需要建立很多次行之间的因果关系 所以要先把因果搞进去才算法则 那社会学在二十世纪初期 还有人写书讲social laws 希望建立一些社会科学的一些规则 像自然科学那样 然后希望能进步像自然科学那样 1960年代 就所谓行为科学 行为科学就尝试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从那种小地方开始建立一些命题 弄成一个系统 后来也没有发展完成 然后另外呢就讲到这个历史 当成社会科学程序的问题意识形态 就还是有意识形态的问题 这是NICE在60年代 这70年代了 他这个toward 通常古典翻译就是厨艺 一个事情还没有真正落实 我们就来toward一个什么什么 就是我有一个这样的建议 讲的比较含蓄一点 那这个呢 他的前辈跟先锋 他就从培根讲起 从圣西蒙 其实圣西蒙社会学知道的 他比较少 孔德的东西我们知道多一点点 还有这个欧洲的保守主义传统 那个后来Karl Mannheim 就早签了一本书 很后来才翻译 就叫Conservatism 研究保守主义 那有人觉得保守主义 这个名词不好 因为保守就被认为是不好的东西 所以有一阵子 这个有一个翻译者 就把保守讲成守城 守城不义 这在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歌里面 守城不义 守城 就表示把过去的传统能够维护下来 比较没有保守所蕴含的那种不好的道德上的意思 那方法学跟概念设定 马克思跟义士决定 土耳干跟社会学 这卸了个现象学 这就有点从社会学那个 我基本上也是根据类似这样的做法 然后你看当代的知识有浮胶学派跟量化学派 应用知识社会学等等 曼海姆的是在分析 世代分析跟韩话 acculturation 这韩话就是文化跟文化之间的一个融合 或者学习一个新的文化过程 在社会学传统叫做socialization 但是在文化社会学就叫acculturation 强调是比较大范围的 知识跟权力跟大学之间的关系 就在Foucault应该还没有出现之前 Foucault很喜欢用的知识 slash权力 好像这两个是一体的两面 有的时候没有了 有的时候有了 特别讲到南非 以南非为例子 南非那时候曼德拉 黑人都受到种族隔离政策 那个时代 学到第一个南非单字 在英文里面出现 叫apartheid 就是种族隔离政策 然后才学到说 南非当初是什么 跟荷兰的白人 荷兰白人跑到南非去 那段历史我们就很不了解 后来多多少知道一点 多多少少 通常都是少少了 震惊世界那么伟大的事情 我们几乎一无所知 厄瓜多尔的社会阶级 这我到现在为止 也都不太知道这个事情 质疑的结构 这是grinter rambling 希望你对于世界的事情 多了解一点 这个是知识社会学 另外这比较新一点 然后这可能是最后最新的一本 1996年 所以我们这个现在教的 好像已经是一个考古的东西了 它是把叫knowledge as culture 所以它不是知识变成 跟文化社会学就没有什么差别 它特别加一个新知识社会学 我上次说过 这个新就看你现在离那个新有多远 如果太远的话 那个新其实就是旧 知识社会学跟文化的关系 它现在论断 然后什么叫知识 这大概就有一些知识 科学哲学的考量 基本考量 然后说知识社会有两种分歧的主题 有社会决定论或社会建构论 然后对于今天来讲 知识是什么 这本书很薄 然后真假知识 马克思主义传统 意识形态是什么 意识形态当成文化实践 然后另外它还有知识社结构 法国的传统 基本考虑结构主义 从土耳干到李维斯托 在台湾都翻成李维斯托 在大陆翻成李维斯特劳斯 这跟牛仔裤的牌子 是一模一样的名字 可是好像没什么关系 你人类学家穿David Strauss 牛仔裤去也不会多了解David Strauss 神话跟心灵的关系 这是人类学的研究 我们大部分都知道很少 自我的知识 美国传统特别是讲到 自我当成能动者 能动agent 跟社会对象object 现在已经不太讲subject 都讲agent 那这跟情报人员叫agent 是没有关系的 然后自我产生的对象跟他者 这讲的基本上是 George Herbert Mead的东西 修正传统观身份 跟共同体的问题 这身份就是identity 自我后来又不是很流行 又开始大家研究identity 研究personal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political identity political identity 就变成这样 像具体夫人就基本上就是一个所谓性别政治的问题 有些人认为他的原名是很重要 可是别忘了他的原名也来自他爸爸呀 他就算原来叫做史托瓦托斯克什么的 就算那个 那也是他爸的名字 他祖母的 他祖母的爸爸的名字 姓 所以你往前怎么推 这你逃不掉的这个男性中心社会 你应该要不然就像钱宣同一样 世纪初期的中国 他觉得他遗骨 他觉得他应该不信钱 不要受这影响 以后就签名啊 遗骨悬铜 就不信钱了 台大以前二三十年前 还有一个女老师 也就是因为提倡女性主义 就不把自己用不用爸爸的姓了 用妈妈的姓了 那你妈妈的姓不是你妈妈爸爸的姓吗 这不是一样东西吗 你以为遮了一层就没看到 你遮了眼睛外面事情就不发生了吗 那人家有这个立场我们也不好多说什么啦 就告诉你说 人有时候做某些事情只是一种宣誓性的 各位别太认真 懂吗 太认真的就没什么太大意思啦 因为讲不通的啦 好 那性别跟知识的问题 就特别谈到 我这一期做了一个简单的这个讲义 大家也讲到这个 特别是性别歧视啊 就觉得科学里面怎么都没有女人啊 或者女人的科学贡献 常常就被遮掩啦 最近不是有部电影吗 讲到太空人登陆月球 在计算机没有发明的时代 是一群黑女人在那做计算的啊 这我以前我完全没听过这种事啊 然后你看美国多少年后才被挖出来这个 然后那个歧视不仅是 他歧视你有这个能力 黑人就已经觉得受教育很少了 你黑人数学还行 拜托了 你们不就只会唱歌跟运动吗 你看这个故事就打破了很多这个啊 然后你看那个歧视生活上的啊 他们厕所 要上一个女厕所你得跑很远 因为没想到那地方是女人会进去的地方啊 台湾到现在为止 还有学校是纯男校跟纯女校啊 那个纯男校的女厕所 跟纯女校的男厕所 都非常少啊 都只有老师或其他的人来用的啊 我就觉得到现在为止 为什么高中在这么阶段 这么重要的性别成长 甚至要成熟的阶段 你怎么还做这种区别的工作 就是为了要考好试啊 我以前还去演讲 我就跟校长那边说 或者跟 我说我觉得应该男女合校啊 怎么就男女分校了呢 说家长反对的很厉害 我们其实教育人员都认为这是不对 这违反教育原则 我说不敢坚持吗 所有人呢 这种老师等你当了你来吧 真的我要当了我第一件事情 我就废除男校跟女校 一样嘛 你好的班的人全部北女建宗就分成两半嘛 建宗左校建宗右校 建宗A校B校难听嘛 左右可能好一点嘛 一校二校都难听嘛 对吧 所以你就或者建北嘛 对不对 或北建嘛 看你到时候抽签嘛 看谁摆前面嘛 对吧 要不然来一个新名词嘛 就一个新的学校嘛 叫AlphaGo啊 什么之类的 反正看你怎么想啦 所以女性主义当作一种科学 有没有啊 当然这很多人很反对女性主义的啦 我们的总统现在是女的 但是有人还觉得穿裙子 不能领导国家呀 所以你看这种歧视还在的 你为什么不就看她做什么 不要管她性别啊 那科学当成文化啊 这个这本这个教学书如果你真的有一点时间看这本 应该可以收到比较多的 另外一个是所谓的人物篇 我们可以看她讲什么人物啊 当然这些人物中间啊 不是她都讲她讲的都是知识的 不是啊 但我们看她讲到知识部分 所以我简单做了一个表啊 那这个表呢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人 这个表呢是不同的人教科书 1951年的书 1974年的书 80年的书 跟86年的书 他们都有提到什么人啊 大部分知识学是以人为主的讲法 像Sorokin只有这个人提到 后面人就没提到了啊 我上次说过不读书的成分可能多于这个东西不重要 Meyham的书每个人都提到啊 不管哪个年代 你这种表格就一览无疑啊 黑格尔只有这个人提到 马克思也只有这个人提到 还有这个 所以马克思算是第二红人 然后卢卡奇只有一个人提到 霍凯海默一个人提到 阿东东一个人提到 就是说法恩科夫学派 马库斯 哈勃马斯 卢西安·高特曼是一个法国人讲 小说社会学的 他也有这个人提到 马克希伟这个人提到 都没有 其他都没有 马克斯·菲伯也是他提到 你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就马克思主义 是这两边 其他的阿弗斯·菲伯只有这个人提到 布格尔·鲁克曼只有这个人提到 格尔玛只有这个人提到 所以你看很不一致 真正有共识只有这个跟马克思 所以讲知识社会学 很多人就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你还要念书吗 马克思是少数不用念书的学问 你只要知道上层影响下层 下层影响上层就行了 下层是经济上层是whatever 其他的 这不就是用书马克思主义就这样决定了吗 你要把经济搞好什么都行了 这是最简单最简单最简单 不用脑子也不用读书的 但是这样的嘛 所以你从这里来看 你就知道这个教科是没有传统的 你要不然就像我这种白贵 把全部人都加上去 除了黑格尔以外 我就采取了 好啊那你既然讲 我就看看他有什么重要性 我就不要到时候 我到时候真的没有 就是因为我没念书像黑格尔 那这是 那这个分析典范 这是比较从逻辑关系上来讲 知识学应该是个什么样的 这刚好是我的老师 各位的师工叫做 Merton 大概在1945年 有篇文章到现在其实都很重要 他就用了这两个概念来涵盖比较广泛的东西 一个叫存在基础 existential basis 就是知识社会所谓的社会的部分 然后另外叫mental production 就是知识社会所谓知识的部分 然后他就做了一个 不同理论家 其实就使用不同的名词 研究对象大概都大同小异 然后他就做了一个 这个这个表是我画的了 我整理的 我很喜欢整理 因为这样的话就代表你看完了 很清楚的可以讲出来 那这个都根据他的逻辑 这边呢是理论家这一排 就比如说马克森 恩格斯 谢勒 曼海姆 马奎特 马奎特刚刚1956年写的书那个人 Gurvich这个也是一个作家 然后我们没有讲到 这两个我们都不会讲到 Berger-Lukman alias Hamilton 就刚刚写的书那个人 然后存在基础 所谓的这个社会的部分 他们用的是什么名词 每个人都有一个类似 类似一个专利招牌那样的东西 在社会学院特别明显 那个心灵产物 就是所谓知识的部分是什么 我先讲一个题外话 在我们学社会学里面呢 不同的学派的人 在使用类似社会的概念的时候 是有选择的 比如有人会用 很少人会用Society这个字 这是太普通了你知道吗 你觉得完全没有特色 所以有那个如果是现象学的人 他一定用Social World 社会世界来代表我们所谓 一般所谓的社会的概念 如果是系统论的人 一定叫Social System 以前的Parsons 后来的Lukman 他们一定不会讲社会 这么怂啪啪的这种字眼 然后这个互动论的人 有时候就叫Group 因为他讲到具体的人 叫Social Group 他就不讲社会 社会这种东西 对他来讲太虚幻 所以你大概听他是什么人 他是什么人 你用他的专有名词的用法 你大概就知道 他是什么学派的人 那台湾很多人学习的时候 常常不会注意这个 就乱用 所以就看出来你就是一个杂实学派 在中国古代叫杂家 什么名词你都有 然后你也不在乎人家怎么使用 你觉得你在哪里看到这个名词 你就这样使用 所以那个社会那个字眼 是很不一样 好 大部分人都不会用社会这个字眼 简单讲是这样 你注意一下 那这个存在基础 就所谓的社会那个 马克思恩格斯就叫Social Existence 当然都有翻译的问题了 大部分人现在会比较强调叫 Social Formation 社会形构的问题 这是马克思 因为那个翻译里面 曾经翻译过Social Formation 原文不是这样的 所以有人常常强调说 像马克思主义就不用 不用社会这个字啊 就用Social Formation 所以这里讲Social Existence 他大概不太知道别的翻译 那意识这个部分叫Social Consciousness 那马克思跟那是最有名的话 就是存在决定意识 并不是意识决定存在 这是最有名最有名的一句话 那就是这个存在 社会存在 有时候加社会决定了意识 不是意识决定存在 那我们等到马克思的时候再说 我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看法 如果根据他的逻辑来讲 现在呢就叫Real Factors 把这个存在基础就叫Real Factors 然后把这个所谓的心灵产物知识文就叫Ideal Factors Real跟Ideal是相对应的两个字 那Meyham呢用的就叫Existence跟Knowledge 它用存在 这个字眼现在大概社会学用的非常少 只有存在主义在哲学里面 社会学里面也曾经出现过存在主义这个学派 但是很短暂的时间 那这个马克思这个人就讲到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然后他也不用社会这点 或者叫Social Existence 然后这个心灵产物叫Mental Production 或者叫Knowledge 有的时候你就换一个字眼 然后就换一个字眼 有时候是比较没有意识形态的那个 像以前我们都叫空中小姐啊 换一个叫做空服员啊 中国大陆叫什么乘务员啊 还叫什么的啊 就是这个名词就会 就会讲得好像比较尊重一样啊 以前叫做三地人啊 后来说三地人是看不起别人的 他们有人不住在三地 住在三地不一定是三地人 所以后来叫做什么高山族啊 不能叫高山族啊 歧视人家 所以叫什么 叫原住民 所以就叫原住民 那这更早以前 还有更大的歧视呢 那就不要讲了 教书不适合讲 那歧视都已经过去了 那现在还有圆明会啊 对不对 那天我碰到一个人 他在政府单位做事 非常苦恼不知道要做什么 我说你服务的你是 你单位服务的是什么 他说他希望服务新住民 我说你就建议大家成立 第一成立新住民台 电视台 他说会有人看吗 我说圆明台有人看吗 客家台有人看吗 你这是宣誓性的吗 那成立新住民台嘛 就有原住民 当然就有新住民了 对吧 那你那个就是东南亚的啊 你就有节目 东南亚的节目 我们台湾的新住民 或者劳工 外国外籍劳工 就可以看这些节目了 他可以看到他家乡的节目 你可以有一个小时是越南的电视剧 你可以有一小时是泰国的电视剧 然后一个泰国的新闻 东南亚的新闻 来告他 你可以转播新加坡的Channel News Asia 那是报道 那东南亚的新闻 我们台湾很多人不知道的 像这次台风 反正不经过我们那儿 我们就不太报道了 然后香港其实澳门都淹得很厉害 大陆广州珠海的地方 淹得很厉害啊 这怎么就不报道一下呢 我们就不报道啊 那越南呢 万一有台风我们也不报道吗 有人的家乡啊 别忘了 我们现在很多的 这个地方的人 是取得是新住民的那个 我说就新住民台 然后这个他就听完说 哎呀真的耶 我是可以做一些事情啊 你要不要做 我说你知道新住民的人数 比原住民还多耶 新住民是多少 几十万呢 原住民好像有没有上万 我还不知道 反正就从人数来讲 是相对人是比较少 当然人数不是最大的问题 我只是强调 很多事情还是可以做的 看你要怎么去想这个问题 当然我也不是政府官员了 我提完了 他会不会能做 能不能做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刚吃完饭 跟他聊天而已 好这郭维奇的人就叫 social framework 然后叫knowledge 然后他的书名好像英文翻译叫 social framework of knowledge 所以这个社会架构的问题 我刚刚说过那个 阿卜沃克斯的那本 Uncollected Memory 原名也就翻成 翻成英文 应该也是social framework的意思 然后Berger & Luhmann就叫social construction 这是1964年他提出来 后来social constructionism 加上nism 在社会心理学界 在社会学界就几乎变成常用的名词 什么都给你讲 这就是社会建构 已经通俗到几乎不必解释 然后他这个所谓的社会 他就叫reality reality有翻成现实 有翻成实在的了 可是翻成实在 好像是一个具体的东西 这个idea就是所有的reality 都是socially constructed 就没有那个具体的东西 是被建构出来的东西 无中生有的东西 Elias这个人 或者也可以念Elias 看你是英文念法 还是美国念法 或者德文念法 他就叫structure of human groups 他就不讲society 也不讲前面这些 叫做human groups的structure 然后types of knowledge 基本上孩子 knowledge Hamilton就用social structure跟knowledge 他的书名就是这样 所以知识社会学 你如果从这个来看 这个区分是很清楚的 只是用不同名词而已 那社会分析架构 Murton的整理 他做了一个1945年 根据前面的整理 做了一个paradigm 他认为 所谓的paradigm 就是你研究知识社会学 就是这几个问题要问 你真的要写论文 如果用知识社会的方法 大概就是这几个问题要问 然后这个里面的名词是 他整理的当时用 有些人用过的名词 就所谓的心灵产物 所谓的知识这个部分 的社会基础是什么 你要研究心灵产物的什么 譬如说社会基础 社会位置 这现在那个 Budu用了很多 你的位置在哪里 社会上什么位置 研究你的知识的问题 你可能位置不同 你的知识会不太一样 最高领导人 在美国拥有核战的那个号码 我们大部分没有 所以他的社会位置不一样 你看到世界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最高领导人 会知道两岸的一些 更机密的情况 理论上情报工作做得好 那跟我们所知道的 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台大不同的位置 所知道资讯是非常有限 阶级也是一样 你是什么阶级的人 你对于那个情况的了解 像你曾经干过某些工作 你跟某些人在一起过 你对他讲的话就比较了解 像我们这种知识分子 在学校里面 我们也不是有钱人 也不知道有钱人怎么活的 我们也不是那种中下阶层 也不太知道中下阶层怎么活的 所以这个有时候要看书 才大概知道他们是怎么活的 现在描述中下阶层的人的生活的书 比描述有钱人的书要多很多 所以常常有钱人 你是从电影上看到那种 荒淫无度 那有钱人真那样吗 那早就垮了不是吗 当然有那样的人 但一定还有那种 也很勤奋的有钱人 我相信 世代generation 这世代现在用的就很广泛 以前说三十年一代 现在哪是三十年一代 现在很多行为 大概跟手机一样 每年一代 甚至说 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回忆 有的你根本就没有回忆 像我们那个时候大家的资讯很少 都看电视 电视只有三台 那那回忆真的是比较集中 你们现在看的东西很多 你的世代回忆可能会很大的差别 职业的问题 职业角色 你在哪个职业 你对某事情了解也会不一样 生产方式 然后这个群体结构 比如大学科程体制 学院教派政党 我们在台湾的现状 当然对政党的很多事情相对比较重要 历史情境在什么情况之下 比如说在高压的情况之下 很多知识是不可信的 高压情况之下 所写的那种公词 比如说台湾在每一条事件的时候 你不要写着自己的罪状 或者这个传说历史上有李自成所写的罪状 公词 那个到底可信度有多高 都是一个问题 因为那个历史情境 特别是是否在自由意志所撰写的情况之下 那一般人的回忆录 比如说 回忆录呢 常常因为你年纪大的才写 所以很多记载是有问题的 特别是别人去参考了这个 参考了这个当时历史文献 并没有那样的事情 或者我们有一次上课 Merton就拿了一张海报来说 你看历史材料有时候是不可信 他为什么 他拿到海报里面就讲到 意大利某一次要参加 就在我们那时候上课的时候 有一次的会议 其中参加者有他的大名在上面 他说我跟没去 那那个印的时候 可能是人家有邀请他去 所以把名字印上去了 他因为生病 还因为什么缘故并没有去 如果将来那海报留着了 那研究者就说你看海报上有印他的名字啊 说他去了 那你如果没有看他的什么日记啦 或者其他传记资料 你就不知道他到底去了没有 因为上面印的说他去了 所以这个事情 这个有时候你进行输要在考量就有点麻烦 利益问题 这个利益一直是一个社会科学里面很含混的概念 说这符合你的利益 什么意思啊具体来讲 符合你的短期利益 符合你的长远利益吗 还有所谓的社会 这个很含混的概念 还有那族裔啊你是属于什么群体的人呢 比如说我们那个电影赛德克巴莱啊 讲这个台湾历史上的物色事件 那个对原住民对那个赛德克族是很重要的一个事件 对其他人可能没什么那么大的感触啊 因为没杀我啊 那场没杀我啊 我在别的地方 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人离历史现场很远 或者族群不是那个时候 你可能那个知识要不然就没有 要不然是被教导的 社会流动啊 权力结构啊 社会过程啊 社会过程是包括竞争冲突等等 现在大部分社会学不讲这个 这叫social process 以前我们的那课本都会教到社会过程 就告诉你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交往里面 会有竞争冲突 还有顺应通话 至少有这四个 你看到现在还会背 那另外就是这个 这是社会如何影响 我们简单 社会如何影响心灵产物 或社会基础如何影响心灵产物 那文化基础呢 比如我们的价值观 是怎么的影响我们的心灵产物 比如我们在台湾 大部分人大概都会对于民主的追求 都是比较这个 现在大概都没有人会怀疑 民主是比较重要的价值 那台湾现在的民主 是不是我们希望的理想状态 那这个当然是还是有争议的 但是现在叫我们活在一个比较专制时代 大概是不管什么政党都很难接受的 Ethos 这是一个音译 英文的ethos E-T-H-O-S 这有的有翻成风气 然后这种大的一个氛围 那意见气候是曾经有一位美国历史学家 他的书名叫climate of opinion 就是意见的气候 意见还有气候 现在叫做风向 什么什么带风向 大概就是类似这样 就用一个自然科学的东西来描写一个舆论的倾向 有人在网络上一个人说了 两人说了 然后后来大家都觉得这是重要的议题 像昨天的那个距离夫人一样 这个带风向呢 就是以前中国话就有啊 叫一犬废墟 白犬废石 一只狗叫 你还不知道他叫什么 十只狗叫你就很紧张了 怎么狗都在叫呢 那个社会心理学实验一直有啊 那个网络上那种 电视上那种 那种 欢笑一螺框什么 就是一个人你站在街口 你抬头往那边看 下面马上就会聚集一群人 然后都朝同一方面看 然后都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 然后越聚人越多 越聚人越多 然后后面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 然后那个人一走 没什么事啊 所以你知道这种从众行为啊 是是很常见的事情啊 那这个民族精神也是啊 曾经研究啊 有没有做民族精神 时代精神 这是一个德文字叫 Zeitgeist Zeit时代啊 时代精神 文化类型 文化心态 这都曾经有人用过 世界观也是一个哲学 一个德文字 后来都 这个德文呢 就变成英文的一部分 叫Vert Vertanschauung Vertanschauung 那中国大陆叫什么 三观啊 什么价值观 人生观 跟什么观 我去大陆就说 哎呀三观啊 孙老师 你对我们的三观 有什么看法 我说啊 后来他们告诉我 还是没完全记住 我只有两观 第三观没过 好 这个从社会学观点 整理 那心灵产物是什么东西呢 就刚刚讲了 它的范围包括 道德信念啊 意识形态啊 什么叫思想啊 思想的范畴啊 哲学啊 宗教信仰啊 社会规范啊 实证科学科技等等 这个在我们课程里面就慢慢讲到 你看这些人讲到的心灵产物是什么 另外呢就是分析方面 你是选择有哪些焦点来分析啊 你只分析什么东西 抽象层次啊 你在分析的时候是在哪个层次 有什么预设啊 这个语料呢 英文叫given啊 就什么东西是你接受为真的 也从那里开始的啊 哪一些变成研究主题啊 以前我们在学科学社会学的时候都会教到 叫focus of attention 注意焦点的问题 研究焦点 为什么现在流行这个啊 在科学界的流行啊 跟这个啊 日常生活的流行是差不多的啊 科学也会有说啊 现在流行研究这个题目 你研究这个题目比较容易生意到钱啊 社会科学后来也慢慢有 所以这个你要跟着风向走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学术的这个训练啊 如果你都走跟人家不一样的道路啊 那真的是蛮寂寞的 你要找到钱也不太容易啊 不过不是不可能的啊 学术有时候就这样的好处 另外它概念内含 验证模型或知性活动目标等等 这些都可以是心灵产物的部分啊 所以有点像那个角色自变相 这个就是应变相 如果我们一定要要用一个分析 然后第三个这个部分就 心灵产物跟那两个关系是什么 我们社会科学研究是这样 你的一个主要名词做了界定以后 接下来就是分类 分类以后又是这几个类之间有什么关系 这才完成一篇论文的一个那个 常常只有分类没有讲明关系 我现在正考虑要 因为在看波旧的那个艺术的法则 在看Floby的这个小说 我考虑要不要来一个我自己的研究 然后我指出他的研究是什么问题 一个对应 我跟Floby的生平跟Floby的小说对应 不就有研究Floby 跟我研究Floby 所以有三个层次 这种对应 因为最近中秋节了 有这个吃月饼啊 有的月饼是很多层的 所以一边吃就想到 我可不可以来玩这个游戏啊 我虽然不一定研究比它好啊 但想到自己可以做这件事情就蛮高兴的 因为看到不就没有看到的东西 但人家是世界级大师 那我算哪颗葱呢 我就那颗葱好了 不管哪颗葱 我就那颗愿意去做的那颗小葱 就这么想 好所以两个关系是什么呢 那这关系通常就是第一个因果关系 或者叫功能关系 这功能关系就是一个函数的关系 因为Function这个字呢 在数学里面就是函数 然后翻成这个社会科学就叫功能 其实同样的意思 就它可以看出A变化以后 B跟着怎么变化 那我们讲因果通常就是 功能关系上面加上三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发生在前 第二个就是两个关系不是假的 是真的有那个关系 第三个是什么来着呢 我去以前 这是我研究所考试 因果关系跟相关的差别 有三个 你看我又记得两个 反正你们现在学到 一个是前后嘛 一个不是虚假关系嘛 还有什么 还有相关 对要把相关包在里面 那相关通常就是高度相关 不是一个很轻微的 好所以呢 我们看到很多名词用的是非常含混的 决定 什么叫决定 什么叫这个是什么的原因 这个符印是correspond 因为在那个马克思的那个英文翻译里面 有一些就说是correspond 就不是这种决定 那到底是因为修辞学的原因换一个会比较好听 还是因为它的实质内涵是有不同的 符印就比较像是比较含混的相关 然后这个决定呢 然后这个决定呢就是比较确定的因果 是不是这样 那什么必要条件呢 充分条件对吧 还有充要条件呢 然后这个制约 什么叫制约 condition 制约跟决定又有什么差别 什么叫功能互赖 这都是有些学者用过 什么叫互动 那上面互相影响 有的又叫交互作用 在统计上 在台湾特别interaction这字 在统计上就翻成交互作用 如果是在一般社会学都翻成互动 这个是翻译上有差别的 就是两个因素之间彼此的影响 然后依赖 这个依赖那个 那这有什么意思呢 这词都有人用过啊 意思代表是一样吗 到底讲的是因果还是功能关系呢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 要确定的东西 那常常有些研究 就讲得很不清不楚的 很不清不楚的 然后说哎呀 这因素很难那个 那是因为你考虑因素太少呢 所以是不是要增加 多一点的因素的分析呢 还是那两个之间 其实没有你想象的关系呢 其实这个都是 都是可以讨论的 可以用证据来的 第二是符象 我就所谓的symbol 我把它翻成符象 符象会有机体或意义的关系 当然是一致的 和谐的 融贯的 这都不同的英文字 统一的 符合的 配合的 或相反的 这两个之间的 还有什么内在关联 哲学上很多人会讲 然后内在逻辑 这件事情跟后面那件事情 有内在逻辑性 比如说你可以这样讲 孙老师开的爱情社会学 跟孔子跟知识社会学 其实都有它的内在关联性 那这个内在关联性是什么 你可以说都希望让你变成更好的人 知识怎么可以让你变成更好的人呢 知识 因为你知识丰富以后 你就对什么事情的了解比较充分 你就不会做出冲动的决定 爱情就算失恋了 你会觉得去了解自己 然后认识那个关系 你会对这关系做一个比较好的处理 然后孔子呢 就希望你学得更神圣一点 等等等等 你就可以讲内在关联了 对吧 那格式类比 什么逻辑意整合 这都是有人用过的 第三个指向 就是指示关系的含会名词 符印 correspond reflection 反应 相连 correlation 关系密切 closely related 或close relation 这都有人翻译过 所以这就是讲前面跟这个的关系 你以为这样完了吗 没有 还有第四项 为什么 所以要去解释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心灵产物 跟这个存在会发生这样的关系 那为什么会影响 第一个是有人为了维持权力 促进稳定 中国大陆就要维稳 做的一些行为 那我们再解释为什么这个心灵产物 跟那个会有这样关系 这是因为定位啊 剥削啊 这马克思主义者 或者从马克思主义者来看 看比较是剥削啊 压迫啊 什么模糊实际的社会关系啊 他是把这个用一个更好的说法 让你不会体会到这个啊 提供动机啊 引导行为啊 转移批评啊 转移低 听起来都像是某些策略啊 重新保证啊 控制自然啊 协调社会关系啊 等等 这是讲 从维持关系立场 来讲为什么 来解答一个原因 这个通常 都不在你的证据里面 都是要从你的证据 推导出来的 比如说 爸爸 妈妈 控制小孩的行为 你用控制这两个字 听起来就觉得 有权力关系在 为什么要让小孩 学那么多才艺呢 反正最后他也用不上 哎呀 这对身体学校有帮助 让他多学点才艺 将来到学校才不会被人家看不起 这是他的那个 那为什么不让他快乐一点生活呢 为什么一定要去学那小提琴呢 他又不当小提琴家 哎呀 让他在家 他就玩那个打电动啊 那也没什么好处 与其在家打电动不如去学小提琴 学不小提琴玩下去学书法 书法玩下去学游泳 游泳玩下去学什么什么什么 让他忙得不可开交 台湾的小孩 大陆小孩现在也这样 为了将来能够出人头地 现在叫忙得要死 忙得都不是你将来会发展的东西 当然有人认为 这个综合才能将来会变成 对你有帮助的 但是有人是不相信对他 这就是你要解释 他为什么要对小孩这样啊 我爱他呀 我以前得不到的 我现在让他有啊 要他都没有 将来怎么在这社会上跟人竞争呢 这个当事人就会这样解释 我们做研究的人可能去看 哎呀这父母对小孩的控制啊 这可能就剥削了他的童年啊 用以爱为名做了很多这种 这种控制剥削 甚至限制他自由的事情啊 人家芬兰就不这么做啊 人家谁就不这么做 谁就不这么做 就讲出一对那个 那可能那妈妈 怎么会这样 就会很冷的说 那请问他们出了什么名人啊 就会这样 说爱因斯坦小时候学过小提琴吗 爱因斯坦学过小提琴 你举别例子就算了 你应该举说爱因斯坦学过古增吗 他就没有 爱因斯坦学过书法吗 那绝对没有 懂吗 所以要举例要打破人 就是讲那种 他那个文化里面 绝对不会有的东西 你就一定赢了 懂吗 所以说怎么样跟诈骗集团 确定这个他是诈骗集团 你只要讲他不知道的事情 或者不存在的事情 你叫我哥哥跟我听电话 你哥好 结果就找了一个男的来 妹我是哥啊 你要来救我 你就知道 你突然就没哥哥 哪来一个 你觉得他上当啊 对吧 你给他一个题目 叫我哥来跟我听电话 叫我爸跟我来听电话 女儿了 爸你在阴间过得好吗 对吧 这就尴尬对吧 所以你讲有的 他可能会蒙到 你讲没有的 他还做 你就知道 因为他不会觉得 你一定会找一个 没有东西来嘛 所以这个是我诈骗车位学 学到的要跟 怎么样跟诈骗的人 也就是确定他诈骗 你就讲没有的事情 他能掰出有 那你就知道 他绝对是诈骗 有的事情可能会蒙对 没有的事情掰出来 那就一定没有的 好 存在基础跟心理关系 所以何时取得 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所以你做历史研究的话 你就说啊 什么时候出现这样 比如说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 科举以前没有 那科举是选拔人才的 那你说好 隋唐以前怎么选拔人才 啊 魏晋南卫 叫九品中正法 不是靠考试的 那九品中正就是 有人去看 来评断你是什么样子成分的人 那你把他拔解好了 你的身份自然就那个 那考试呢 就更公平一点啦 我不认识你 我一样出人头地的机会啊 那为什么到了1909年 废止了考试科举 中国考了大概一千多年 一千五百年大概有 如果从第七世纪开始 那废除科举以后 中国人才怎么选拔 留学啊 最后又不得已 国家考试啊 所以中国人离不开考试啊 我们考了一千五百年啊 什么事情没发生过 所以假计教知识社学 如果将来用那种方式教 就一定要有一张 讲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所受的影响 好正面跟反面 另外就一般的分析 不含历史的啊 好 这是他的整理 然后另外这个人叫Haru的 没很有名 因为写了一篇文章 讲这个关系 差不多你看啊 这里我就没翻译了 这ideas represented 他讲的这个就是心灵产物 那social referred to 就是所谓的存在基础 然后他有分的不一样 就是说经验的 跟现象学的 跟所谓辩证学的立场 是什么不同 经验的呢 讲到思想的主要是这种 神经医 神经这个生理方面的印象 你就是有这个印象 或是我记得这样 然后这个受到什么决定呢 受到人类互动的决定 有的时候呢 我们的某些记忆 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 各位现在年纪离你小学还近 你要创造记忆不太容易 我们这种年纪的人 要去参加小学同学会 就非常尴尬 某甲就会记得你 孙中心啊 你记不记得啊 我们小时候一起去怎么样 你完全不记得 他蒙你都不记得 他讲真的 你怎么不记得 还有谁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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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他都可以讲出名字 可是你完全没有印象的事情发生过 当然你这时候很容易发生过的事情 你完全否认 懂吗 因为到这个年纪 你是可能记不住的 他是可能有假记忆的 所以政治人物大概都不太参加同学会 参加同学会大概就说 有吗 有吗 你记错了吧 那是谁谁谁吧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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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们这个时代 你们这个年纪 这个情况还不太会发生 在我们这个年纪 参加同学会就是一场大的 这种表演 懂吗 要把自己过去 你不是以前追他吗 你还写一封信给他 哪有 哪有 不要乱讲啊 所以有的都没有的 没有的也都有的 所以他就是受到这个互动的决定 特别是外在的经验的力量 什么叫外在经验力量 我也不知道 好那现象学的做法 这是超验的 Transcendental 就不需要经验的 这个超出经验之外的 这就有时候有神秘的东西在里面 Categories of consciousness 所以意识上面的这种 所谓超验的这个范畴 这是现象学所关心的东西 我们会讲到修持的时候 你看看 我尽量讲我懂的 我不懂的我也没办法 Conscient-mediated human interaction 所以受到互动的影响 这跟这没有太大差别 只是他强调 这是在意识上mediated 我上次说过 我的同学翻译那本书的mediate 全部都念成meditation 他全部看错 那这个所谓的辩证派呢 是强调comprehension 这个理解是 Due to practical conscious activity 你的理解是因为 你有实践的意识的这活动 这是代表的这思想 你要研究这种东西 然后呢也是一样 Patterns of human interaction as a result of practical conscious activity Directed toward historically conditioned human need 这些人类的需要 受到历史限制人类需要 然后规约了这个实际的意识的活动 然后再产生的社会 所以他用的是很长 就是至少不像这些用的 所以这是三个主要的流派 然后这个social是讲的 social这个字呢 我们中文翻成社会的 其实在英文的立场 有时候是人际关系的 interpersonal 所以不是我们想象的社会的意思 那这所谓的社会 这个context中文通常 在台湾通常翻成脉络了 然后中国大陆有时候翻成语境了 这有时候跟语没关系 为什么要语境我就不太懂 是一个境是有没问题的 然后物质世界 刚刚empirical强调是 物质世界对于思想的影响 这强调意义世界的影响 有些时候我们不太了解 这事情对你有什么关系 像我刚刚举例那本书 如果从那个被人家扔在门口那本书 从那个老师经验世界来讲 或者物质世界来讲 那不就是破书吗 你刚刚扔了就是破书 基本上等于垃圾嘛 对我来讲这就是一个意思 你不知道我买那本书的时候 那个情况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哎呀这个礼物是人家送给我的 你看到的是一个物体 我看到的是意义啊 人家当初送我的时候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多感动感动这样的东西 再来看是个杯子 再来看我记得是谁从哪里寄来 我有赫尔辛基杯啊 赫尔辛基多远啊 他就当场买了 就找到附近一个邮局就寄来 他去欧洲那一年买了赫尔辛基杯 到南欧就买了巴塞隆纳杯 我都没去过的地方 我有那杯子 还有匈牙利杯 我都没去过的地方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as and social content 也是一样 两个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idea呢 你看这个见头是往上 对物质世界影响的idea 就跟所谓下生之间的上车 基本上是一样的 idea is affected by the material world 这还需要讲这个意思的简单 这就是一个双箭头 表示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 这是刚刚讲的现象学派 不同的变德学派也是一个双箭头 其实这就有争议 庸俗马兹主义者认为是下车的一个上车 稍微读得多一点 人就说不是不是的 他们在别的地方收购两者会相互影响 我写一本小书 到处于这个不同的时代 他们到底都讲不得是 这种说法只是出现过一次 只是出现过一次 然后是在一种书信里面出现 所以我一直强调 书信里面所强调的事情 跟书上所讲的事情 这能相提并论吗 书所有人都看得到 信我只写给你 又不是现在的Facebook 或现在什么网络 我到时候转贴一下 全天下人都知道 以前书是可以全天下人都知道 但是书信就是我写给你看到而已 我知道 你会拿出来公开吗 是非公开信 所以那种书信里面写的东西 我基本上认为是不能跟公开发表 都是相提并论 甚至书信里面都有骗 还是有骗到你就好 对别人来讲 还是下车就影响了 对你来讲 我说相提影响了 这是我的一经验来解释 当然这个是很不符合某些人的看法 好 那他就举例了 像这叫Cornforth 有一个英国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他就是这么多马克思主义者 他就讲你看 是由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 然后再决定了所谓的上层 也就是似乎宣承的 其实在马克思原文这里是basis 德文的basis是英文的basis一样的意思 就是基础的意思 因为后来因为他讲了上层建筑 所以很多人就回溯 既然这是上层建筑 那下面就应该是一个infrastructure 就回头来发明了一个字叫infrastructure 但马克思从来没用过德文的infrastructure 这样的字 没有 但现在呢你有时候看二首书 他为了这个对称的方便 就说马克思说啊 下层建筑影响上层建筑 Brunner说了 马克思有那样的意思 但没有说过下层建筑 他只用了基础这个字 下次我会特别说明一下 这个曾经有过台湾有两个学者 都姓孙在辩论这个问题 我也才注意到这个问题 一个人就说你没好好读啊 他什么地方都没有讲到infrastructure 后来我读的时候就很认真 真的没有讲到infrastructure 讲到是basis 或者德文的basis 必要大型 好那这个所谓的现象学派 他举例是Karl Mayheim 他就说这叫expressive meaning 跟documentary meaning是互相的 其实在Karl Mayheim 好像是documentary meaning 是反映了里面的expressive meaning 我们到时候你再注意看一下 并不是一个这个双箭头 而且Karl Mayheim的知识社会学 其实是非常模糊的 一般讲知识社会叫相对论 就知识跟这个 他所处的社会有关系 所以这是一个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 马克思主义这种 或者庸俗马克思主义这种 是个绝对的 下层绝对影响上层 没有第二条头 没有第二句话 这庸俗马克思主义者 是这样坚信 那这个就是说 这个好像有一点那个 双向影响 特别是有这样的意涵在里面 可是这好像不是 好像不是这样 我们可以到Karl Mayheim的时候 我们再稍微说一下 然后另外这个人 他写过一本书 用英文介绍马克思的生平跟思想 把它叫做辩证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讲到这个合理化 Rationalization跟justification 这个我们通常翻成证 证明的证跟利 你怎么是justify一件事情 怎么去论证它是有道理的 这句话有时候翻成简单的中文 不太容易 就怎么去论证它的正确性 还有Moralization 怎么叫它道德化 这个东西是符合道德的 这三个东西呢 跟Structure of Practical Conscious Activity 是相关的 这群人很喜欢用 Practical Conscious Activity 所以马克思强调的是 在实践过程里面的 你有意识的活动 他们就把这个名词 当成一个一定要连在一块的东西 所以这是他从三派人的立场来讲 那其他的知识社会学的 或者我认为跟知识社会学 有一个匈牙利的一个女的作者 现在是不是已经过 是Agnace Heller 她的一篇文章吧 就讲到她知识社会是要研究 日常生活跟信仰 或者信任关系 confidence 我要研究诈骗社会学 就是信任的另外一面就是诈骗 因为你信任所以他会诈骗你 不是所有信任都有诈骗 但是你没有信任 绝对不会有诈骗 这是一个非常调诡的地方 你不信任他 根本打完电话你就放挂了 你诈骗集团 啪你就挂了 真打电话给你你也挂了 诈骗集团通常不会打十次给你 如果打十次给你 那就真的大概就真的团结 不当然现在诈骗集团听到我的话 可能就开始打十次 对吧 所以这是我对这种日常生活是很有兴趣的 但很多人日常生活是研究法国人的 因为法国人研究日常生活 那法国人日常生活跟我们差很远啊 最近的新闻是法国没有公共厕所啊 在很多地方没有公共厕所 所以法国人就在公共地方弄了一个男人的小便斗 然后可以稍微遮一下说他可以拿灌溉引起很大的争议 然后法国最大的问题最近还说有一个广告 叫人家不要随地打小便 巴黎啊 你想这不是文明国家吗 随地打小便不是某些国家人做的吗 落后国家人做的 法国就这样 我这话想起来我到法国去 天哪没有公共厕所 还有很漂亮的公共厕所 要很贵的 没有什么公共厕所 所以都想法国人是膀胱特别大呢 特别能够蓄水呢 还是都怎么解决 我们在纽约啊 我那时候住很久 所以有朋友来 我都会告诉你 到哪里 我们游览完了 就哪里上厕所 纽约的捷运站不能上厕所 那都吸毒贩毒的地方 不能上厕所 所以呢都要到哪里呢 麦当劳是一个 书店是一个 因为我常去书店 知道书店可以上厕所 然后呢这个大的饭店 大陆叫酒店 可以上厕所 大的酒店通常不在一楼 厕所通常不在一楼 那很多人有那种 进大酒店的恐惧症 因为他把你开门 你只是上厕所 人家把你开门 你觉得太那个 那不叫台湾 7都可以上厕所 对吧 所以就建议他 各位你要非常笃定的 就是要上厕所 上厕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他帮你开门 你就谢谢他 你就走进去像是顾客一样 但是你就是要上厕所 这个心理建设很多人做不到 很多人觉得进大饭店 我只是来上厕所了 就那种脸上就已经放出来 那种我只是来上厕所的表情 那就完蛋了 懂吗 非常像是有钱人一样的 这样走进那里 然后上完厕所 然后用完他设备 然后谢谢 然后出来 高雅的进去 高雅的出来 我觉得很多问题就是 因为没有厕所 本人在台湾上过最好的厕所 各位到101 一定要上厕所 101到冬天厕所还有温水 洗手 更好的厕所 是有免制马桶的 这要宣传一下 这段不要删掉 这宣传台湾的好厕所 去大饭店 特别是福华饭店 福华饭店日本客人多 他的所有马桶都是免制马桶 可以冲水的 这不提福华饭店广告 其他饭店应该也是 那真的上厕所是个享受啊 你想在那边要做 那么卑鄙 sarō的事情 不是卑鄙 卑鄙的事情 总要做得快得 做得轻松对吧 不要有一堆人在 而且他都是做事的 不是敦事 敦事的老外受不了 我们年纪大力也受不了 他做事的 所以顺便说一下 这日常生活 哪热生活不上厕所吧 对吧 我有一阵子对于厕所 屎尿非常着迷 人类你知道吗 这个现代这种卫生设备 是十几世纪 以前巴黎什么的 国王打开窗子都不敢打开 就是臭气就冲天了 伦敦街道都是倒粪水的 你如果看这个恩格斯所写的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他就告诉你工人活在那种 真的没有公共测试的地方 所以公共卫生上面 厕所下水到 这个非常重要的人类文明的发展 然后那个疾病因此减少 就跟这个是有太大 有很大关系 可不要小看这个问题 好 这边有讲到 回到这个Agnes Heller 信仰针对的特殊性 跟信仰针对个人人格整体 我们没有 大部分台湾人没有宗教信仰 大部分中国人好像也没有这种信仰 我们那种老天爷信仰 有的时候是非常交易性质的 所以这个跟西方人的那种 宗教信仰国教的是 那是有一些差别 不是说一定怎么样了 好 那第二个叫强调知识的长期发展 跟相对自主性 相对自主性说 他不是完全受到别人的控制 这是摆脱了所谓的这个决定论 进入了所谓的相对论 那Alias这个人是这样 他的文章真的不长也不复杂 但就不太懂他在讲什么 这是我的问题 我就今年再看看能不能懂 知识长期的发展 他就因为强调历史嘛 他有文明的历程 那文明历程都是不是一年两年的算法 都是几百年的算法 那个Civilization Process 或Civilizing Process 是他的很重要的著作 现在有中文翻译了 简体版 然后知识类型跟人类群体结构的相对自主性 所以他就不强调是一个决定论 你什么样的人群团体会有什么样的知识类型 这个一般人的生活经验里面也有 说你是读书人 你怎么知道我是读书人 你是大学教授 你怎么知道大学教授 看你的穿着 看你的打扮 看你的什么 像我的穿着常常会让很多人很困扰 因为我的胡子是白的 所以应该年纪很大 但穿T恤 看起来又好像是年轻人的事情 他不知道有些穷人也是这样 然后身形又不像是老人的身形 所以我到中国大陆 很多跟我同年龄的教授 每次都问我 你哪一年的 我五七年的 怎么就五七年的 看起来又年轻又老 胡子 大陆同年龄没有人留胡子的 你留胡子又白的 看起来都像他们老师 可是我的穿着 又看起来他们是我老师 所以我的身上就很多这种 复杂的东西 他们大部分人都穿西装裤 穿着一件衬衫 那就是大学教授 他们也不太打领带 台湾来的教授都是打领带的 你看我又不打领带 那我又台湾来的 所以只要台湾来的教授的形象 摆进去我就不算 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 有相对的困扰 所以这是Alias的 另外呢 还有这个叫Henryka Kuklik的人 现在也都没有在做什么 以前文章里面常常看 他就强调是客观文化跟 contextualism 要看脉络来说的 那这客观文化什么呢 宗教 艺术 科学 政治思想 这不是就是上层建筑吗 只是他用不同的名词来代表这个 那脉络论呢 这了解行动者特殊的历史环境的脉络 参与了解行动者的意图 但是后来有些人认为 意图是不可了解的 他讲了你都不一定信 更何况他不讲 很多人都不讲意图的 像这个翻译书 我常常说翻译者 译者应该写一点什么 很多译者写了什么 也不告诉你为什么他翻译这本书 他翻译之后碰到什么困扰 他都不会写 各位要交报告 读书新的也是一样 你为什么选这本书呢 很多人也不会写 真要他写了 他说因为到图书馆 刚好只剩下这本书 所以你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吗 你难道读书都上市这种自主性吗 我到图书馆就剩下哪一本 这是因为我那天经过成品 看到他在卖 然后我就打开来看 我花了三天在成品站着把它看完 人家要做生意 各位同学 这边要强调这个曾经在 所谓方法学论战里面的 两个重要概念说说明跟解释 或者叫 explanation跟 understanding 他们大部分最后简单的说法 认为自然科学是强调说明 从外在去观察一个没有 外在观察一个没有自主性的 没有一个观念的一个对象 那understand是你去了解另外一个跟你一样有想法 有意义建构的一个对象 所以那个叫解释understanding 然后那个叫做说明 说明像物理学家 天文物理学家观察星球的运作 那个是说明 你不可能用understanding 那个星球今天心情不好 所以转的时候慢了一点 不可能这样解释的 那你解释一个人 今天没来上课呢 生病了吗 不 他今天因为跟他男朋友分手了 闹别扭啊 所以今天上课情绪不好 怎么打瞌睡呢 对吧 这理论上是一个生理的解释 没有 他因为昨晚没睡好 昨晚跟通电话通了很晚 或昨天打电动 等等的 像这个就是说明 可是也没干什么 讲半天 讲这个东西都没有什么太大用处 第四种呢 后来在科学研究或科技研究里面 STS里面就很红 叫Strong Program 叫强势纲领一般般的 强势纲领呢 就是说他特别讲到知识社会学 他的知识社会学都用来研究 自然科学知识居多 要注意他的因果性 就是强调引发信仰或知识的因果条件是什么 所以这些不满足于所谓的相关的分析 一定要强调因果条件 你要列出来 这是他强调 第二个要公正性 所有的信仰跟知识 不论真假都一视同仁 有些人会认为 真的知识不需要研究 真的还是什么研究 我们要研究那些假的知识 信仰是假的知识 意见是假的知识 我们要研究 对称性 能同时解释真正知识 错误知识 大部分知识社会学 在传统中研究错误的知识 错误知识才需要解释 正确知识是什么要解释的呢 他就是正确的啊 所以这个强识刚才特别强调 不是这样 你要能够解释错误知识的 那些社会原因 就等于是解释的正确知识 最后反真性 不仅能够解释别人 一般的信仰跟知识 也要能够解释知识社会学本身 你现在能够研究别人怎么样 你回来研究知识社会学这一群人 你也应该发现同样的道理 你强调那个东西 有权利 有利益之争 那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人 也应该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 知识社会学就会很多人研究 知识社会学基本上 没什么利益可言 你讲完了 人家还认为你胡说 好了 这是 然后我就综合了 大家的说法了 我就觉得知识社会学 如果你也要玩 如果要写论文 你就可以要注意 这几个观点了 第一个就是知识的分类 这是我根据前面再重新的 跟现在生活有关 比如知识跟无知 跟物知 跟怀疑的关系 知识跟常识的关系 真理谎言 或者无法判定 在隔阶段也是无法判定的 假这么说 乙这么说 然后最后你可能听到了更多消息 才能判定 在某个过程里面 你还是没办法 还真实跟想象的 虚构的跟虚拟的 秘密 或者机密跟公开的秘密 知识跟信仰的问题 那有的信仰是有奥义的 需要你去体悟的 没办法用言传的 知识跟意识形态的关系 知识跟偏见 知识跟智慧 像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研究的 对象 另外知识体系的演进 口头的跟试字 试字 literacy 还有学术层级 跟这个体系的关系 为什么现在学术是这个样子呢 为什么大学的必修课 是这么安排的呢 你要先修什么 后修什么呢 知识制度化 家学 易学 这是中国古代的 然后还有义务教育 像台湾现在义务教育是到高中 以上不是义务教育 知识的发展 从个人发展还有盟学 就是你从小以后 启发你现在叫幼儿教育 那有小学 以前叫私塾 叫学堂 还有补习 或者有人自学 在台湾 然后大学 这个大家都知道 群体发展 就包括宗教跟科学 宗教跟科学有什么差别呢 有一阵子 科学认为宗教是迷信 是落伍的东西 那宗教认为科学 根本就是对世界了解 是非常片面的 然后这个科学跟宗教 在西方至少有300年以上的 这种论辩的历史 谁也不服谁 那这个呢 被教导的很少 在欧洲中古的时候教会最大 所以什么知识都必须教会承认的才知识 所以这个谁啊 在被审判的时候啊 说是地动说 他就说可是地还在动啊 他就已经承认输了 他最后还说地还在动啊 那叫什么名字啊 茄莉略不是哥白尼 哥白尼没有那么苦 茄莉略一直到20世纪吧 还是哪个教宗才赦免他的罪啊 他已经死很久了 承认他是对的 教廷这样审判是错的 你可以知道 所以那时候的知识 最后宗教是最后的决定者 知识的成长跟分化啊 那知识的判准啊 科学哲学曾经经过这些阶段 肯认论的阶段 confirmism 只要大家都认为他对就对的 否认论阶段就说不是啊 你要能够全部 没办法否证他了 他才是正确的 所以天下乌鸦一般黑 肯认论说 我只要看到一只乌鸦是黑的 我就可以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啊 这是一种归纳过程 因为没看过白乌鸦 否认论说 我只能说 没看到白乌鸦之前 我只能说天下乌鸦一般黑 是个暂定的知识啊 等到我发现天下乌鸦 一直白乌鸦 这个知识就不存在了 所以就用否定法 我们现在研究的统计 在那个什么假设减定的时候 就为什么要虚无假设啊 跟H1假设啊 然后最后你只能说 据词虚无假设 或者不能据词虚无假设 就跟否证论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刚开始在念的时候 都不太能够接受这种事情 什么叫做据词虚无假设 就是两者没关系 据词它没有关系 它就是有关系 你不能这么说 你只能说它不是没有关系 不是没有关系 你不就是有关系 你不能这么说 你只要告诉他说 因为是强调否证的 你只能暂时决定 那典判转移论呢 就是Thomas Quinn的 认为我们看世界 不是因为增加什么 是因为我们看的方式不一样 他举的最有名的例子 就是一个图形 看起来像鸭子 如果你把那个长长 两眼耳朵看起来 那是鸭子 如果你看成是耳朵 那就是兔子 所以鸭子跟兔子 你就上网路就有 鸭子兔子就会出现了图片 所以这是看的方式不同 所以叫做paradigm shift 叫典范转移 中国大陆把paradigm翻成范式 就范式转换 你就看到不同的世界了 这个有点像佛家的想法 你心情一换 整个世界就不一样 你看是苦 到处都是苦 你心情一觉了 这是快乐的事情 那怎么看都是快乐 这个支持者存活论 这是另外 说为什么有个理论能够存在 有个理论不存在 那不存在是因为 知识他人全死光了 你听起来很像是路人甲讲的话 不 这是一个科学哲学家讲的话 所以等知识者死光的时候 这个理论就垮了 权力与跟知识的关系 这也是这个福寇讲了很多 其实最早是培根讲的 那这到底有多大差异的问题 另外这个制度面 传统跟创新的问题 这一直每个文化都会有 记忆的制度 包括口传跟寄送 节省济事 书写系统出现 有史观 仪式 文献 纪念碑 影音资料 密码 文化遗产 这都是可以研究的 知识社会学可以研究的东西 非常多的 另外的 还有创造的传统 比如文化传统制度 家庭教育 学校 职场 媒体 图书馆 档案 博物馆 纪念馆 网络资源 像各位现在都相信 Wikipedia不会错 Wikipedia常常有 要求来源 告诉你 他其实还不太确定 有多少人去 给他要求来源 我常常建议 这个博士班的学生 或者台湾的 这个Wikipedia人 就应该把 全世界博士班学生 找去 好好的 把Wikipedia 做一个修订 给人家钱 不然的话 这要路人甲 就随便去修 有什么意思呢 学术的研究 最新成果 大概博士班学生 会比较认真知道 老师太忙了 也没时间弄这个 考试制度也是 也是一个制度 印刷出版 网络资讯 宗教主导知识 政治主导知识 知识的偏差行为 比如考试作弊 学术上造假跟票窃 贵 贵贵 有一个字 像这些都是制度 很重要的面 可以研究 另外就人群面 年龄的问题 什么年龄 什么知识 古代社会 因为是农业社会 变化很少 所以老人家 为什么说到重视 因为老人家的经验 可以传承 因为那社会变化很少 他碰到事情 对你来讲也有帮助 这个时代 常常不是这样 这个南京大学 现在可能转到杭州大学去了 浙江大学就在杭州 那周小红老师 就写了一本书叫 文化繁埔 他说现代知识 常常是老一辈的人 要跟年轻一辈的人学 像电脑的问题 年轻人绝对比老人家 知道得多 所以老人家有的知识 基本上在现代社会 是完全用不上 所以老人的无用 在现代社会 跟古代社会比起来 是很明显的 因为社会变化太快 所以像这个老人的知识 跟年龄的问题 就会有新时代的新的意义 那性别也是 性别知识的问题 像我们以前 没有同性恋的概念 我念大学的时候 就男跟女 现在有跨性别 同性恋 有很多非常复杂的 以前你可以骂人 现在不能骂人 骂人他要告你 有很多话是不能用的 以前是都在用的 你骂那种人 现在不能用 所以我也不能说 阶层也是 不同阶层的人 就在从马克思 哪里都会注意到 阶层跟知识 之间的关系 族群也是 原住民对于 打猎的知识就很丰富 你叫他要念历史 要念课本 这些东西就没办法了 如果我们的教育 课纲是由原住民来去决定 那我们今天要穿着 跟我们要学的东西 都是不一样的 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问题也是 有人就程度低 所以对某些事情的了解 是很有限的 这大家都跟道德无关 道德也跟教育程度无关 你就算得到美国的学位 你也一样做很多事情 还是很方便 政治倾向 这个现在在台湾 最明显的 你是什么样倾向的人 你大概就猜测 他会做什么样的事情 宗教信仰 人际网络 还有知识达人 跟大众的问题 那个Wikipedia被认为是知识达人 这个我不知道的时候 我都会用 我知道的时候 我去看Wikipedia都很不完整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地方 语文方面 表达跟限制 表达能力的问题 跟诠释能力的问题 你看一本书 你看完了 你能够重塑的能力 也是个问题 你到底了解了多少 你看英文了解的多 还是看中文了解的多 还有哪一些是你自己的发挥 原文里面并没有的 语义的问题 你了解多少 语用的问题 这个pragmatic 语用 跨文化的挪用 像日本的词 像我最近才学到 腹黑 我以为是肚子黑黑的 不是 是阴险 狡诈 这么宫斗剧 腹黑 这是日文啊 可是因为他用汉字 你就会说 就干脆拿过来 变成我们的字 就要腹黑了 台湾跟大陆的一个关系 很明有趣的地方 就是小三这个词 小三的词大概在十几年前 我还记得台湾很少人知道小三是什么意思 有一次我们学校跟日本的学校 跟韩国的学校开会吧 就来了 那时候我也还参加 就有一个大陆学生在日本念书的 他研究上海的小三的现象 我那次第一次正式听到小三在学术会 他说虽然说那你们不叫小三你们叫什么呢 我说就第三者吧 或者外遇吧 我就这样讲 后来台湾现在大家都用小三 然后呢就还出现了小王 然后我到大陆去呢 人家就说小三都知道 小王那没有人知道 我说这我们台湾的发明啊 回敬给你们啊 小三比小王多一条杠啊 小王比小三多一条杠啊 那就是男的 小三是女的 东西上都指女的 那小王就指男的 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发明好 所以姓王的就倒霉了 懂吗 以后人家小王 我才不是小王 老王也惨小王也惨 姓王的真的在中华文化 真的是蛮倒霉的 好 那这个回到这 这是跨文化挪用 语言的行动 这是一个语言哲学家叫John L. Austin 英国人很奇怪 常常不把自己的first name拼出来 都是用缩写啊 Altin呢有书叫做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中文现在有翻译了啊 如何语言用事还是行事啊 那哈勃马斯特别强调 沟通行动的问题 哈勃马斯有人解释 他因为他吐唇讲话不太清楚啊 虽然他已经医好了啊 老先生还在写书啊 那就是说他因为自己 在语言的表达上面 常常出现障碍 所以他对于这个沟通行动 就特别特别有兴趣这样啊 不完全是这样而已啦啊 好另外还有时间向度哈 变迁刚刚讲到有些观念哈 因为时代的古今的问题 内外问题啊 那这是时间向度跟空间向度 我们以前就叫古今中外啦 大概可以这样子的理解 所以总结呢 知识社会学这是五大关系的 五大要素间相互的关系啊 我这边还有一个理想中的 知识社会学三部曲 我的爱情社会学 从一门课发展三门课 同样的逻辑啊 我的爱情社会学原来是 爱情社会学那个部分 原来是没有的 我最早的是爱情与社会学理论啊 知识社会学现在也是 最早是知识与社会理论 然后加上历史向度以后呢 我就会有知识历史社会学 然后再把这个呃 知识跟社会现象的研究 放在结合有知识社会学 所以现在讲的知识社会学 其实是知识与社会理论啊 如果假以时日 我就会像我的爱情社会学一样 三部曲 知识社会学呢 就会讲到 刚刚讲到 前面讲到知识的那几个部分啊 呃 还包括知识跟家庭 跟制度关系 跟文化的关系啊 知识本身跟人群的关系啊 如果知识社会学 来讲那知识社会学呢 就会把中西历史上 思想上 重要的知识讲一下 因为这个里面有个 Peter Burke有本书 叫做知识社会史啊 他讲的是欧洲的情况 因为现在全世界的 著名的学者 大概都只能讲西方状况 很难讲中国状况 那中国学者 如果不讲中国状况 请问西方人 怎么去了解中国状况 除非有些汉学家做 啊 那为什么不能够 中国人立志 要写一些 能够跟世界对话 接轨或者帮助我们 了解更多的著作呢 啊 所以上课是一个启发 那重点是在于 全人类的了解 相互了解 而不是单向的 不对称的这种了解 所以知识社会学 我的知识社会学 有一个这个小小的理想 啊 可是理想 有时候真的 知识的累进 真的很慢啊 我教了三十年 你看才有这么一点 小小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进步 人类的一小步 我的更小的一步 啊 所以这是 呃 这个感慨啊 呃 所以三 呃 理想中三部局 就这样了啊 所以以上是 今天的课程 啊 那我们就先上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